本章将指出 意学哲学中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哲学建构之别意 并不是两种哲学观点主张之真 而是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向 其中图书派、数学派、向学派主要是宇宙论的问题意识 而理本论与语气本论主要是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进程 而心本论则是功夫境界论的问题进程 本章所探讨的意学哲学之一般观念 将以朱伯坤教授所课、意学哲学史为材料 2.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关怀 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关怀 指的是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要提出一套足以面对整体中国哲学范畴的解释架构 借由共同术语的使用、建立求同别异的全解架构 使得中国哲学各个学派领域的研究成果 得以在同一标准的检证下 彼此清楚不相混淆 为着这样的目标 我们首先应检视当代中国哲学术语使用系统的共通性及差别性 借由语言的厘清找出问题意识的真洁 从而准确地指出纵贯在中国哲学各家各派系统中的最普遍的哲学问题 即找出最基本共同面对的哲学问题 借由理解与诠释的活动 从中建立面对基本哲学问题的不同思维进程 及观点主张和特定的材料使用形状 从而使得各家哲学体系的观念意涵获得实质的获险 并使得各家哲理的意理根据理论前提得以在共同且清晰的架构下通过反速而彰显 这就是我们建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工作目标所在 基于此一目标 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企图及有此一研究方法的工作进程 使得上述目标得以达成 3.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我们所谓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是指的对于哲学史及哲学体系的研究方法 着眼于哲学观点所立基的基本哲学问题 藉由基本哲学问题的映照所透显的哲学问题意识的范畴定位 而使得哲学观点的意涵更加明确化 我们所设施的基本哲学问题 特别是定位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内的哲学范畴 我们将特别提出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论四个基本哲学主题 作为研究及诠释中国哲学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藉由这四个范畴的映照 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各家体系的哲学主张 产生观念意义之厘清及问题意识之定位的解释效力 首先 本体论 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根本存有意义 目的 本质 体用有无 虚实 等抽象观念定位问题的探讨 它是一个终极性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故而是一切成熟的哲学体系所必然蕴含或必须预设的范畴 基于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特质 从形上学世界观建构的层次上来看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将作为功夫理论的前提之一 而从功夫实践的进程说时 本体论哲学观点又将是境界哲学的意涵之一 这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观念之建构 绝不独立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而这也正是因为中国哲学是基于实践的目的 基于追求更理想完美人格的要求 而建立的哲学体系及架构的哲学观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的观念成立 完全是仅仅的互一于功夫境界哲学的开展中的 本体论哲学范畴在当代中国哲学学术界的使用 已有取代形上学 存有论的趋势 这是因为在中国哲学传统点击中 本体是以广泛的使用于如释到各家重要点击之中 意涵明确 它是西洋哲学存有论 Ontology 名称的中文示意的使用 在本文中我们已以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意识 来界定此一范畴的使用意义了 至于形上学意词在当代哲学界的长期使用中 已出现了意涵上的奇异性 它的一个使用意义是包含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根本性哲学问题 三 它的另一个使用实况是仅仅等同于本体论的哲学名称意 四 在本文中的使用 我们以其为可以包含宇宙论 本体论的传统使用意义 但倾向于主要探讨本体论的基本哲学问题 这是基于传统使用及当代习惯下所做的约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也就是传统意义的形上学进入研究法 五 其次 宇宙论 是中国哲学领域中一项特别具有根本重要地位的基本哲学问题 长跨先情以来的如 是 道 医学史等各家流派中具有勇在地根本地位的重要哲学问题 自咒论哲学问题特别指涉的是整体存在界的时间 空间 史源 生灭 变化 材质 结构等客观认识的哲学问题 宇宙论哲学对于如是道三家哲学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有明确的话界分隔之解义效力 如是道哲学因本体论术语的接近 而常有因心灵感悟不明而混同三交的混淆情势 但是一旦涉足宇宙论问题 则其差异便即刻获显出来 宇宙论哲学落实在实践活动之中时 将即刻发展出人体宇宙学 即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即从人在宇宙中的定位来说的境界哲学等 由此可见 对于整体存在界的外在客观实在性的问题研究 在一个实践哲学关怀未本怀的中国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 绝不亚于本体论哲学的抽象观念建构之形上思维活动的地位 这也显示中国哲学中的对于完美理想人格的终极追求关怀 是一个具于明确世界观的理性认知结果 此处 世界观的名称使用依然是奇异性的 所以我们只在较宽松的语脉中提出 它其实是主要定位于宇宙论问题意识 而与形上学名称相同的皆包含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最基本哲学问题 由此可见 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世界观是对准人生而设的理性观念建构 它在意涵明确的哲学学术与脉中 硬让度于本体论及宇宙论 它在动态的哲学思想历程中 是承载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对月在天而产出的 第三 功夫论 是含设着主要是心理修养活动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以及主要是身体锻炼活动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以及同设身心两路一起修行的完整意义的功夫哲学 所以 中国哲学的实践活动的观念与知识的依据都是在形上学与世界观的背景中的 也就是源于本体论的人性论哲学与源于宇宙论的身体哲学或称人体宇宙学 都是功夫活动的真正基础 功夫论哲学的提出作为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映照之一角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将有助于厘清许多基本哲学观点的理解争议 以及拉开许多缠绕纠结的注解从结 第四 境界论 哲学是将中国哲学对于描写完美人格中极境界的观念建构 提炼出未亦基本哲学问题的哲学范畴 它于是将主要地表现在如道佛传统中的完美人格理论中 它将以功夫实践者的身心状态之理论解析为观念表达的内涵 它既是人体宇宙学的最高阶段 它也是人性论的最圆满形状 所以它是对准在人存有者的终极实践状态下 经由宇宙论哲学知识及本体论哲学观念的表述结果 从此而言 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与世界观 将因它的理性活动之特性而在最根本意涵上 都是一路的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与世界观 以上由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四方映照的基本哲学问题 在一个中国哲学大传统中的成熟理论与体系内 都是必然架设的知识兼价 它不一定都在论述中被具体明显的表述 但它必然在一里的兼价中含句 在哲学史的事实中 在同一个学派传统中的个别哲学体系时常有对于某一基本哲学问题而力求显明的哲理论术 从而忽略了或预设着其他几方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之理论构作的特殊要求 这就表示了基本哲学问题意识是在一个转进的历程中 当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经过了转化 则原本真意表述的观点便需重新界定 将哲学观点的诠释重新界定于其理论底层的基本哲学内含意识 总结而言 我们认为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进入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 基于我们所提出的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立体动态权解架构中看来 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哲学问题 都应该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定位准确度的理解与诠释的问题 4. 意学进入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进程 意学进入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进程 指的是在意学哲学领域中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 此处我们先应区分作为意学学术领域意义的意学研究 即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意学研究 6. 作为学术领域意义的意学研究 是将意学论著作为独立的学术领域进行其意学内部的意理探究 它的成果将展现出丰富多其的意学知识原理 6. 此外 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意学研究 指的是在意学哲学建构中对于它的意理成立根据的哲理考察 以本文的方法论关怀而言 极为意义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对于意学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活动 然而因为意学内部的意理发展 其实已经与中国哲学整体理论辩证进成难分难解 故而在一个更普遍广大的意义下 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意学研究 其实就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 这就使得我们更硬看重 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意学研究 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 将更能扩展意学与中国哲学的意理成果 5. 意学方法论中的本体论与宇宙论思维 医学方法论是讨讨论意学哲理成立的 哲学基本问题之分析与考察的理论活动 它因此也就是一个标准的属于中国哲学领域内的方法论问题 从我们前文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来看时 这其中就包含了宇宙论与本体论两个方向的理论进程 首先 意学概念范畴的意义定位成为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观念建构之思辨对象 此及意学领域中最高概念范畴如意与太极 及其他层次的概念范畴之彼此抽象关系定位的问题 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的意理定位所回应的基本哲学问题 七、其次由叠师法转变出来的宇宙开展说成为中国哲学各家学派论述其宇宙论哲学的诠释基地 这也就是图书派、相学派、数学派诸说的解义范畴 八、即由此两项基本哲学问题观点的产出 更使得意学哲学汇入整个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的意理辩证之哲学史进程中 基于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关怀 我们认为所谓基本哲学问题就是任一具有成熟深刻完整的哲学体系必须含具的问题意识 在同一个学派的中国哲学意理体系中 它们终将在长久的哲学史发展中逐一成长 所以本体论与宇宙论是以其问题意识的思维形式而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 它是一个主题而不是一个主张 它的本身是问题意识的性格 它们彼此的差异是所关怀的议题的差别 而不是观点的差别 问题意识可以有出现的时间先后之别 但也可以和会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撇开哲学史 而以哲学观点本身来看时 它们在同样的中国哲学氛围内必然是并合一起彼此含具的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意识史中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问题意识的发展进程时 我们对于朱伯昆教授提出哲学范畴转向的观点 将提出一些讨论 首先 让我们参考朱伯昆教授对于宇宙论与本体论这两个哲学范畴的定义 朱教授言 在哲学史上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探讨有两条路径 即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路径 宇宙论的思维特征是 万物由一个原始的单一的实体演化而来 从原初的实体到天地万物的形成 存在着时间先后的顺序 万物消灭后 又回到那个单一的实体中去 老子 的 道生一 说 汉唐的元气说 宋代周少两家的宇宙论 皆属于这一系统 虽然各家对原初实体的理解并不相同 本体论的思维特征是 从世界的存在出发 探讨万物存在的根据及其共同本性 以本体作为现象千变万化的支柱 以此说说明世界的统一性 王毕玄学 大乘佛教的心性学 宋明理学和心性学皆属于这一系统 其对本体的理解 虽各不相同 但都认为本体和现象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以现象为本体的自身的实现 9. 我们以为是凡涉及整体存在界的时空、材质、结构、演化、生灭、始源等客观知识的理论活动即是属于宇宙论这个哲学主题正所关切探讨的理性活动 而不是一定主张着怎样的一个形态的宇宙肩价者 此外 凡涉及整体存在界的意义、目的、本质、体用、有无等抽象观念规定的理论活动 即是在进行本体论这个哲学问题意识的思辨活动 本体论进入的意义、认为本体和现象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以现象为本体的自身的实现 而是在这一个认识的脉络里去思考存在界的整体性意义问题 因为现象界的时间先后的开展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问题意识 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本体本身的定位与现象对象的意义才是他们的问题意识 但是就宇宙论与本体论而言 这两种思维都是中国哲学特质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意识 它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着时间先后的意识转向问题 而不是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增进于哲学史进程中的先后优位问题 一如维心论与维物论间的主张之争者 六、意学哲学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向 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作品中 多鉴于以本体论、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来陈述哲学体系的纲领 即便在意学史传统中亦然 这其中也反映了本体论哲学与宇宙论哲学在中国哲学意里内含特色中的传统重点 这一个传统重点的铺陈 并非显示意学家的理论主张有着宇宙论或本体论的不同坚持 而只能说是 意学家在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理论关怀上 表现出宇宙论关怀的兴趣或本体论关怀的兴趣之别 因此,将叠施法中的太极、阴阳、八卦的全解设定为宇宙开展的接次性解说者 是为宇宙发声说的宇宙论问题意识之哲理工作 若将太极、阴阳、八卦的意理探究关注于概念意涵的关系性定位者 即成为本体概念的关系性抽象定义工作 此即本体论的哲理关怀 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思维脉络中 同样是太极、阴阳、八卦的名词 却根本是使用在不同意义的脉络中 前者为假设着宇宙发声说的带着物质意义的各个存在阶段历程 后者为关怀着抽象关系意涵的个别抽象观念范畴 关于哲学范畴转向的说法 参见朱伯昆教授言 陈宇以佛学中的体用合一说 解释理事关系 认为体用无先后 所谓未应不适先 以应不适后 理合是在时间上无先后之可言 此种观点 就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说 可以说是明确的提出了本体论的问题 此问题 王毕一学 通过有无之变 虽然已开其端 但仍保留了有生与无的发声论的内容 陈室的理事说 已是为理自身的显现 以物相为其本质的表现形式 认为万事万象皆依赖其理而存在 这样 理便成为物质世界的本体 此问题提出后 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辩论 便从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 十 陈室 所以阴阳者世道 这一本体论的命题 是对道家和道教 有生与无 的宇宙发声论的一种否定 如果说 周敦仪和少雍的义学哲学 在探讨世界的本源时 应受道家和道教的影响 仍从宇宙论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那么陈宜义义学哲学 则依其体用议员说 在批评玄学派的过程中 抛弃了宇宙论的形式 将周少两家的学说引向了本体论 这是陈宇义学的主要贡献 十一 朱熹以体用议员的本体论观点 解释了周敦仪的太极图说 将汉唐和北宋以来 异学哲学中的宇宙生辰论的体系 转变为本体论的体系 对儒家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二 把两汉以来异学中的哲学问题 从宇宙发生论影像本体论及存在论的探讨 这正是王毕异学的一大贡献 十三 旧哲学说 如果以太极为世界的本体 两汐和八卦以及六十四卦代表天地万物 逻辑上必然导出天地万物乃世界本体自身展开的理论 这样 一有太极 是身两疑 这一命题 就其哲学意义说 便从汉译的宇宙生辰论转为本体论 十四 由以上朱教授朱文中皆明确指出了这个中国医学史以及哲学史上的转向 而当我们厘清了基本哲学问题的转向是问题意识的转向而非哲学主张的改变这个观点之后 我们就意识到旧的问题在新的问题出现之后还是存在的 本体论进入的哲学体系还是必须含具宇宙论问题意识的观点 如此才可能使其哲学系统达至完整一致的肩价需求 所以我们必然将要在更晚后的意识理论中发掘出同时回答两个问题的诠释体系 如流吉山与王传山者 而我们如果更细心一点的话 在我们回溯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意识与如道哲学体系时 例如细词传、老子、庄子等起步都正式完整的含具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哲学关怀者 七、意识方法论中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宇宇宇宇宙论与本体论必然互相含具的出现在中国哲学体系中 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关怀中所提出的观点 然而,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论意里开展进程中的医学哲学 当其正以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形态之哲理开发中时 他将必然接触着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的另一组必然蕴含的思维范畴 此即功夫哲学与境界哲学哲事 这就导致在宇宙论哲理建构的意学传承中 便发展出对于意学人体学的理论解说 此即身体哲学或人体宇宙学的理论建立 从而提供修炼论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之一理前提 从而更在世界观的哲学范畴中介说着理想人格的境界哲学 参见朱伯昆教授言 成团是从炼内丹的角度研究或解释参同器中的炼丹术的 他研究周易、世界用挂摇像和阴阳之术来说明炼内丹的过程 十五 黄宗颜认为此无极图是讲炼内丹的过程 所谓方式修炼之术明逆则承担之法 所谓逆则承担 是说从提炼身体下不知祖气开始 然后冠于五脏 上行则结位先胎 最后脱胎换骨 成为神仙 此即自上而下 故称为逆 取、说卦、亦逆数也之意 十六 周敦仪认为人性由二气构成 故有刚柔善恶之不同 但其中又有中和之性 去其刚柔恶恶 使刚柔恶善趋于中道 做道 中焉之意 就是尽性 同样是为其人性论和修养方法提供宇宙论的根据 十七 以上引文皆显示宇宙论与人体宇宙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是在共同的一套哲理形态下的意理推演 这是中国艺学哲学理论活动的传统现象 功夫理论也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也特别是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考量下所必须提出的基本哲学问题 有以上的引文我们认知到 在知识建立的进程中 宇宙论的知识并不是一个超觉的形上世界观 它的知识的客观陈述 都在现实生活中进入了中医学 气象学以及人体宇宙学中 这就提供了一套由医学图示所发展的人体宇宙学 即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这一套功夫理论之成立的可能性 乃在于其宇宙论知识系统之是否有效 其正成 仍在实践 8. 意学方法论中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考量里 在意学本体论哲理建构的意学传承里 则推演出规范人伦法则的人性论哲学 18. 并从而发展出实践人性修养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19. 从意学流派的眼光示之 这正是整个新学传统的理论工作之重点 可谓新学派的意学哲理建构 其实正是关怀着基本哲学问题中的功夫境界哲学 而发挥的意理思维形态 它与对准本体论问题意识的理本论 与气本论之争辩 其实是属于不同问题层次的哲学思维 它是将功夫论的思维活动置于前提 从本体论进入的修养功夫入手 诉说著作为功夫主体的人心在整个修养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借由意学知识的客观建构与主体深化而提升了人存有者的境界 这个在提升着境界的功夫修养者的自身情境的转变意同时开发了意学意理的深境奇象 所谓意道及人心 即是在人心修养的人性论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意涵之同体和会的展现 20 如果说意味 冒天地之道的哲理范育 那么由人心起意的心本论之意学学派便似乎显示了由人心起灭了客观世界 这就导入了以心本论为主观为心论的意理格局之诠释观点 21 然而 这其实不是心本论的问题意识之指射其项 因为心本论关切的是整体存在界的本体意含之认知根源即在于心的作用中 本体论的意义确定的活动主体是心 所以本体是在心的功夫作用中呈现其意 所以心本论的关怀是主张本体意义的呈现乃在于心的启用 这是功夫哲学的问题意识 并不是本体论的问题意识 本体论问题意识中的理气之真是指的确准整体存在界的根本意义的对象载体 是气存在还是理存在的问题 或者作为诠释根本存在源的意义优位的问题 这就显示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再度转向 从本体论的关怀 又切向了功夫境界哲学的思考 从而架设起以心形修养位思考起点的哲学诠释体系 我们给它的称名即为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它是主要是功夫哲学而不是本体论哲学 九、结论 心本论的意学本体论学派的语意使用 其实同于在中国哲学史中对于心性论的名使用 它广泛地被使用在全世扬名、禅宗、内丹道教等哲理议定的当代著作中 然而心语性是一个概念范畴 作为基本哲学问题的名词确定而言 它其实是一个功夫哲学的问题意识 并且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已厘清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并从中建出中国哲学对宇宙论哲学的自始至终的一贯重视 是与主要属于形上思辨的西方哲学传统有所不同 但是为了更逼近中国哲学的理论活动之特质 我们更愿意提出功夫哲学与境界哲学来凸显特色 特别是在如、道、佛的对立辨证的比较哲学活动中更见其重要性 本章主要在《易学哲学史》的理论研绎关切下 对于整体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进程上进行若干讨论 本文以朱伯昆教授的哲学名词使用方式为讨论范本 进行义理在书清的分辨工作 并且主要是在如门义的传统内做讨论 对于完全以功夫、境界哲学来辨识在《易学哲学史》中的 《易佛语义道》的明义与义理工作则暂未进行 以本文为作者于1997年07月参加 第三届两岸《易学研讨会》所发表之论文 《会议地点 北京梅的亚中心》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 二、朱伯昆哲 《易学哲学史》 台北兰登 1991年9月出版 全四册 三、参见乌昆如教授所者《哲学概论》 及沈清松教授所者《物理学之后》中的名词使用 乌昆如 哲学概论 台北武南出版社 沈清松《物理学之后》 台北牛顿出版社 四、参见劳斯光教授所者《中国哲学史》 台北三民书局 的名词使用 即朱伯昆教授所者《义学哲学史》 台北兰登出版社中的名词使用 如 旧行上学和本体论说《义学哲学史》 第三卷P8 旧其行上学和本体论说《义学哲学史》 第三卷P11 五、参见卓著《论王传山医学语气论病重的行上学进入》 台湾大学博士论文 1993年5月 六、参见作者博士论文 第一章第三节《小于义学进入的行上学思想研究方法》大于 七、参见朱伯昆教授言《义学忌王毕》之后 由于他以理或天理为其义学的最高范畴 提出有理即有器、有器即有数 一说、细词、的命题 辨证了理事关系、道器关系和理器关系 从而在哲学上开创了本体论的体系 这对宋明哲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 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202 八、参见朱伯昆教授言 太义、太极、阴阳二气和天地、乾坤两卦 这一演变的过程 从哲学上说 是讲宇宙发生和形成的过程 西汉是宇宙发生论或宇宙演化论发达的时期 这同天文学的发展是分开的 淮南子、天文训 为汉代的宇宙发生论奠定了基础 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一卷P190 九、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四卷P240 十、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254 十一、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261 十二、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473 十三、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一卷P294 十四、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一卷P446 十五、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12 十六、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28 十七、参见朱哲、《义学哲学史》 第二卷P128 十八、参见朱博坤教授 参见朱哲、《义学哲学》 气质之性,并以天命之性为人的本质属性,此是其理位气本说在人性论中的表现。 他以君臣父子之理万古长存,不增不减,不应历史人物的变迁而改变,这又是其区分两个世界的理论,在其伦理学说中的反应。 总之,陈氏关于人的学说,同周敦仪一样,是以奇异学为基础的。 不同的是,周氏从宇宙论的角度讲人性论,陈氏则从本体论的角度论人的本质。 医学哲学史,第二卷P286 19、参见朱伯坤教授言,朱熹的本体论不仅限于自然观,而且贯彻到其认识论、人性论和道德修养等领域。 关于人性论和道德修养问题,朱熹更是依其本体论的观点做了回答。 医学哲学史,第二卷P545 20、如朱伯坤教授及曾言,义理学派中心学一派,以心为意,以内心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周易,的挂摇像和挂摇词, 哲学上主天人一本,即天人无差别,导出人心为世界本体的结论。 医学哲学史,第三卷,夜识。 21、参见朱伯坤教授言,总之,杨简的,天人本一,说, 由于不区分天和人,即不区分主观和客观,从而以主观代替客观,具有主观为心主义的特色。 此种天人观,就义学哲学说,同数学派、理学派和企学派的观点是不同的。 数学派将天道归之为数学法则,肯定其有逻辑的必然性。 理学派以天道为阴阳变异之理,属于形而上的世界。 气学派则认为天道乃气运动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属于客观物质世界。 三派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承认天道和义道不依个人的意志而转移。 而心学派则将天道和义的法则归之于个人的心,特别是心理学和伦理学讲的心。 医学哲学史,第二卷P611 3261 326119-9362 OK9 Text 斜线HTML 29 Friday,26 November 2015.50分23秒 GMT282032 D0年1月D480-4951E4C60A5C0003 Hides6-119-936 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一转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坤艺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一转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董仲书宇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连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恒曲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如学建构的意理探究,陈昊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仪形上学功夫论语意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熙功夫理论,朱熙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行上思想,朱熙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枭, The Metaphysics of Two-Shakes之言一意,中朱熙与胡鸿意理争辩之解析, 胡鸿心性哲学,胡鸿儒学相关论子,对胡武锋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论胡鸿从成人心性到误说的儒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书评经春风者,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中朱熙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世公进路的儒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路向山功夫论进路的儒学建构, 路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陈白沙境界功夫进路的儒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路的哲学体系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 陈来有无知竞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路的理气心性辩析, 王夫知意学书评, 带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异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1.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摘要 我们对异传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 是要藉由自论梦中庸所开显出来的儒家形上学意理特质中, 定位异传对儒家形上学意理建构的主要贡献, 这一个意理建构的脉络是一个连续的理论开发工程, 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重要面貌。 本文之作即有将论梦拥一支早期儒家哲学的意理内含分别给予定位的理论目标, 企图借由这样的理论形态的定位而能呈现早期儒家在形上学意理发展上一脉相成的理论效果。 我们将定位的论梦拥一的理论建构意义如下, 论语书中的形上学问题,儒家境界哲学的展现。 孟子书中的形上学问题,儒家功夫哲学的展现。 中庸书中的形上学问题,儒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关系是,后一个体系的建构是继承了前一个体系的观念而在不同的哲学问题层面上再度展开的意理建构。 论语展开了儒家君子及圣人的真实境界, 这是整个儒学史的最终意理目标, 即是在为着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展现而构作了多方的理论以作为此一境界成立的意理根据。 孟子在论语君子观的基本立场上建立功夫哲学,使得君子的境界的得志获得功夫入路的理论说明, 更由功夫入路的思考进而契入本体论哲学问题的探索而与中庸哲学共同构成儒家道德意识本体的本体论哲学基本形态。 中庸即在继承者论梦的君子人格境界以及功夫修养哲学的前提上再度扩展理论的奋济而有中庸,成者天之道,的本体论的建立。 一传即在宇宇宙论哲学问题的创构上在为儒家哲学注入更为丰足完备的意理规模, 并同时持续展现儒家圣人观的境界哲学及儒家成德之交的修养哲学, 以及持续着孟子中庸以道德意识为本的本体论哲学的意理建构。 一传之作非成于一时一人,各篇一理重点不一, 我们亦不以一传为一独立完整且各篇一理一致的理论作品。 但我们将以一传各篇皆是一个针对儒学的意理建构, 在一个儒家形上学意理拓展的进程上各自阐述, 所有的阐述皆参与智论梦中庸之作而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早期儒家形上学。 一传自身难言完整,因其作者不一一理零散, 但是一传中之若干命提却人的与论梦中庸共构一较为完整的早期儒家形上学体系, 这是作者撰写本文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论语梦子中庸易转善生神变系》词传。 前言 本文所谓的《基本哲学问题》是针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一传言, 行而上者未知到行而下者未知气, 故而在中国哲学的语言脉络中, 《形上思维的》的研究即是论于道者及道语气的关系者。 作者则认为, 中国哲学的《形上思想研究》应从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四方架构共构而成, 此籍作者所提,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诸, 而本文对异传的研究将从儒家形上思想发展的《义理形态》分析着手, 探究论梦庸义四部著作中所展现的儒家早期形上思想建构的《义理形态》, 藉由《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在儒世道三教共构的中国哲学史架构下, 重新定位早期儒家的《形上学》《义理形态》。 我们所谓的《义理形态》是站在一个中国哲学史观的立场上, 基于儒世道三教义理形态差异的《基本观点》, 借由《义理形态》上学架构的《义理形态》, 展现各自的《义理形态》, 《形态既定》, 《价值命题集》的清晰, 《功夫入手集》有差别, 《成就境界》亦不相同, 《本体论》与《宗论》各有定位, 《中国哲学》如是道三学的理论探究亦将各有天地。 本文之作将主要置于异传作品中的基本哲学问题之分析与建构 因为作者已有他文对论梦中庸之作进行基本哲学问题之探究 故不再深述论梦中庸之作 一、中国哲学方法论架构 我们对异传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 是要藉由自论梦中庸所开显出来的儒家形上学异理特质中 定位异传对儒家形上学异理建构的主要贡献 这一个异理建构的脉络是一个连续的理论开发工程 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家哲学异理形态的重要面貌 为进行这样的异理形态的架构分析 我们需要有一套方法论理论以作为分析的架构 作者曾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作为分析中国儒士道三学同意辩证的方法论架构 企图借由一套对准具有功夫活动特质 即以境界说形上学的中国儒士道三学之特殊理论形态的方法论架构 重新展开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想的研究 本文之作即亦将以此一方法论理论 在对《论梦中庸三书》进行形上学义理定位之后 便针对一传之作 进行义理产发 气欲使一传之义理内涵的有香气之命题 参与至论梦中庸之儒家形上学义理世界中 在中国哲学理论体系中 所谓的形上学义理是分别安置在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哲学四方架构之中的 这个分别安置的意思是说一套完整的形上学 是在这四个基本哲学问题的面向中都有所建构的 这是与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关切以及义理获得的方式有关的 形上学的意理展现在本体论及宇宙论之中 这是一般的基本哲学知识 其中或有宇宙论哲学与形上学名义的纠缠 助二 三 此处我们仍以形上学位包含宇宙论及本体论的哲学名词 因为宇宙论与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哲学的意理形态中是意涵明确且有分别的两个哲学名词 而在中国哲学各理论系统的意理架构中也是无法分离本体论与宇宙论哲学的 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并合而有完整的形上学世界观 从而给出明确的价值哲学观念 然而由本体论与宇宙论共同给出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 这才是整个中国哲学的形上思维的真正目的 价值哲学即落实在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之中 可谓中国哲学的价值哲学即为对于功夫境界哲学的陈述 而价值哲学又正是形上学一理建构的目的 所以形上学是为保证功夫境界哲学之成立而建构的 对于客观世界的描写体系 至于形上学本身的正立则又是来自功夫的实践与境界的展现 唯有在功夫境界的真实实际之中 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一理架构才真正取得了 他们的理论存在的意义 以及清楚认识本体论宇宙论哲学的准确路径 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便要求一套碗和功夫境界宇宙本体的四方架构 来作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方法论解释体系 这一套解释体系在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看时 作为诠释哲学史上各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架构的时候 将会出现各个哲学体系在理论建构的重点方向上的各有偏重的现象 即某个哲学体系的理论构作的问题 亦是可能集中在这四个基本哲学问题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面向中的现象 这是因为哲学理论的发展总是在解决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 从而进行意理上的创发工程 于是在创发的过程中总是有所偏重于某些问题的层面上 这并不表示形上学的问题意识仅在某个层面上 而是在继承了统一学派的基本哲学立场的前提下 而发展着新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层面 当然,我们此处所进行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究 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后摄理论的反省 是一个预见了形上学理论应有的完整架构的分析系统 以这个后摄的方法论系统来检视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哲学体系的理论形态 自有驱使各个理论体系分别定位于此一架构的个别面向的效果 本文之作即有将论梦拥一支早期儒家哲学的意理内含分别给予定位的理论目标 企图借由这样的理论形态的定位而能呈现早期儒家在形上学意理发展上一脉相成的理论效果 我们将定位的论梦拥一的理论建构意义如下 论语书中的形上学问题 如家境界哲学的展现 柱三、四 孟子书中的形上学问题 如家功夫哲学的展现 柱四、五 中庸书中的形上学问题 如学本体论哲学的建构 柱五、六 异传书中的形上学问题 如学宇宙论哲学的建构 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关系是 后一个体系的建构是继承了前一个体系的观念而在不同的哲学问题层面上再度展开的意理建构 论语展开了如家君子及圣人的真实境界 这是整个如学史的最终一理目标 即是在为着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展现而构作了多方的理论 以作为此一境界成立的一理根据 孟子在《论语君子观的基本立场》上建立功夫哲学史的君子的境界的的质 获得功夫入路的理论说明 更由功夫入路的思考进而契入本体论哲学问题的探索 而与中庸哲学共同构成如家道的意识本体的本体论哲学基本形态 中庸即在继承者论梦的君子人格境界以及功夫修养哲学的前提上 再度扩展理论的奋济而有中庸 成者天之道的本体论的建立 一传即在宇宙论哲学问题的创构上 在为儒家哲学注入更为风足完备的一理规模 并同时持续展现儒家圣人观的境界哲学 及儒家成德之交的修养哲学 以及持续着孟子中庸以道的意识 为本的本体论哲学的一理建构 一传之作非成于一时一人 各篇一理重点不一 我们亦不以一传为一独立完整 且各篇一理一致的理论作品 但我们将以一传各篇皆是一个针对儒学的一理建构 在一个儒家形上学一理拓展的进程上 各自阐述所有的阐述皆参与至 写本文的基本观点 以下之讨论将从一传各篇的理论建构作分别之探讨 二 断船及小象船中所涉及的基本哲学问题 断船及小象船一理相合作用相同 故意并讨论于此 断船及小象船主要不是一个形上命题建构的原地 应该说是一个落实儒家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 并在预设了一金挂摇像的十位刚柔成成德中内外往来等等 关系架构下所做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开展 其开展的理念目标仍然是论梦中庸一贯的德性原理 只是更落实在人际互动之际的具体情境中掌握变化与应激 而人坚守在君子成德之教上的人生哲学的一理建构 断船式挂词的说明 整挂的精益表现在此 小象船随姚著书 进入更具体的人生情境的智慧提炼 小象船的写作用意当然即在具体情境中 故而原不以整体性原理为发言目标 当然其中语意应有合意于形上原理或可推出形上原理者 为本文以有创造性形上原理之提出为探究目标 故而对于整个小象船之作品暂不予讨论之 至于断船中则却有若干文本是一个明确的形上命题构作或及有关设于儒家形上学问题的基本立场之发言者 以下即将讨讨论之 假 乾坤两卦之断船 提出乾坤作用的自然与人文的统合性形上原理 乾坤原理之出现应该与一经以阴阳摇像构作六十四卦卦像系统的像的思维有关 故而乾坤两卦之断船中极以乾缘 坤原为天道的统合性作用原理 此一乾坤原理不只建立在断船乾坤两卦中 在细词传上下各篇中亦不断出现 此两原理亦为开展性亦为承受性 两原理共同作用而成就天地万象 这样的原理即是一行上原理 此一原理出现之时可无道德意志性 故而是为一关于存在界的宇宙论进入意下的作用原理 然而在儒家哲学史的发展中 为求意理上的一致性 乾坤与人意理智和意的理论构作则是一必然的发展 乾坤担词即以之为社会政治建制的作用始源 因此乾坤作用即取得了社会政治建构的目的性 成为从宇宙论意的天地万物之开展的作用根源 并进而落实且完成于社会政治建构的统合原理 一级乾坤作用是意开展自然与人文世界的统合原理 它的具体内含除了担船中的开展与顺承二意外 亦在细词传中展现其他内涵 参见小鱼干卦担船大鱼及小鱼坤卦担船大鱼 干卦担曰 大哉甘元 万物滋始 乃统天 云形与诗 品物流行 大明史中 六位石臣 石臣六龙以御天 甘道变化 各阵性命 饱和大和 乃力真 守出数物 万国贤宁 坤卦 担曰 至哉坤元 万物滋生 乃顺成天 坤后载物 得和无疆 寒红光大 品物贤亨 拼马的泪 行得无疆 柔顺力真 君子幽行 先迷失道 后顺的长 西南的棚 乃与类型 东北丧棚 乃中有庆 安征之急 硬得无疆 以 牵挂担船提出 天道窥银而一千 的作用原理 牵挂担曰曰 天道窥银而一千 地道变银而流千 鬼神害银而浮千 人道恶银而好千 这个原理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 即有无相生的原理是相当一致的 这也是一个观察自然人文现象下的统合原理 这一个原理的精神在小象传中也是随处体现的 在老子则以之为第一序的存有原理 故而发展出弱者道之用的功夫哲学 即无畏手弱的玄德胸怀 并成为贯穿老字全文的实存 律则 但是整个原理中是一个自然的理序 并没有针对各物的目的意志性 为智者善体之而已 至于在异传的原理构作中 它首先也是现象的律则 以及是一个宇宙论意下的作用原理 但是在整个异传以儒家道德意志性的目的原理 为本体论的实存性体的前提下 这一个伏签或赢的原理将成为 道德目的性原理的作用的格式 显现出道体的伏签或赢的目的性 使得人存有者必须谨守牵刀 所以伏签或赢的原理同时成为 宇宙论的作用律则 以及本体论的实存原理 也因此使得签到成为功夫境界哲学的修养内涵 这就是异传思维实时以宇宙论合并于 本体论及功夫境界论的一理进程模式 参见小鱼牵挂担船大鱼 担约 千、亨、天道夏季而光明 地道悲而上行 天道窥银而一千 地道变银而流千 鬼神亥银而扶千 人道恶银而好千 千尊而光 悲而不可于 君子之中也 并 牵挂与观挂担词中建立的鬼神作用原理 牵挂担词中的 鬼神亥银而扶千 原理 是将鬼神的存在与作用明显的放在天地人的作用的共同结构中 也就是说鬼神作为一个宇宙论问题中的存有着类别的实存性在一传中是一个明白的事实 这其实是与一经作为一个战事活动的产物有着必然的关系 战事必然预设鬼神 鬼神存在的事实必然对于价值的观念产生影响 至于是如何影响则是理论体系构作的问题 但是异传中的鬼神存有着却是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哲学建构的一大跳跃 因为在论梦中的道德理性的所有活动 皆与鬼神存在与否没有理论上的互设关系 而异传却是一个要将鬼神的存在与作用涉入道德理性活动中的理论建构 那么它将如何建构 以及理论上的合意性如何保持呢 这是一个异传哲学的重要形上学问题 简言之 异传中的鬼神存有着 是一个观现象律则的资讯的提供者 同时是参与律则建立的规范者 异传界由异经的媒介将存在界的现象变化的律则建构起来 建构之后成为一个可以观察进而预测的系统 这个观察与预测的过程是借助于鬼神的协助的 所以鬼神的存在在异传的 依律则而智慧的生活的理论建构 进程中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 是协助圣人平治天下的积极参与者 而这一切的律则则仍然依于一个道德目的性的意志之中 即如观卦团词所言 观天之神道 而四十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参见小于观卦团传大于 团曰 大观在上 顺而训 中正以观天下 观 观而不见 有福若 下观而化也 观天之神道 而四十不推 圣人以神道设教 而天下福以 丁 贤卦团词建立气 感化生万物之原理 论语不言气 孟子言气 却非论于存在 只论于感性力量 中庸谈本体论谈鬼神 却也不谈气存在的宇宙论 在儒家哲学史的发展上 异传之作中 却有明显的气存在的宇宙论观念 宇宇宇宇宇宙论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 亦传发展之 并将构合于儒家形上学体系中 闲却卦团词之 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即是以气感而化身天地万物的初步意理建构 此一路线中将成为儒家形上学宇宙论的基本命题 而参与至儒家形上学建构的进程中 此中有两个意理上的重点 其一是宇宙论问题中的存在直速是以气为直的 其二是宇宙论问题中的作用原理是一个以气为直的感通原理 异传于气的感通的作用意上发挥极多 至于气本身的存在及作用问题 以则在宋明儒学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命题 参见小于贤卦团传大于 团曰 贤 感也 柔上而刚下 二气感应以相与 指而说 男下女 是以亨力争 娶女即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身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以 三 文言传中显现的宇宙论进入的君子境界观 儒家境界哲学在论语的初步建立中是一个社会政治哲学格局下的展现 但是在儒家形上学的发展进程中 当儒家君子观的意理基设在一个形上学问题意识发展的进程上开展之后 理论上必然仍要收设一个形上学世界观下的境界观 以及在儒家世界观的开展之下 在更明确的世界观视野中 境界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仍然是关键命题 因此仍然要重新诠释 在遗传的世界观中 天地日月四十鬼神都是圣人关切的存在界的结构 这是因为一经一书中对于整体存在界的一切变化 有着知识上的掌握的企图 并且发展着这方面的知识 这是在《论语》梦子中没有发展的面向 既然一传一企图在整体存在界的存在变化上进行掌握 那么一传中的圣人的境界也应该成为一个在整体存在界中的完美人格 这便是一个掌握天地日月四十变化运行的圣人 甚且与鬼神共同营构世界存在秩序的圣人观 这一个圣人观当然与论语中的圣人境界有着世界观上的差异 论语中的圣人境界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意识下的圣人 是一个政治观念中的天下范域之内的圣人境界 文言传中的圣人则是一个自然秩序的共同掌力者的圣人 圣且是与鬼神合洽经营的圣人 这个在论语中是未消极存在的鬼神 到了文言传中成了积极存在的鬼神 鬼神存在并没有改变游论梦中拥一路下来的道德目的性行上原理 只是在宇宙论的存有着类别中被放置到一个明显的地位中来 他虽然参与到宇宙论的存在世界中 他却也仍然服应于本体论的道德原理 参见文言传 夫大认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叙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福为 而旷于人呼 旷于鬼神呼 四 细词传中的理论活动内涵 细词传中最重要的作品 精神是一个掌握天地万物变化之道的 知识架构之建立 这一个重点及表现在对于一经思想的解读原理的说明中 即对于挂象摇象的变化以及叠师法的说明以及挂摇词取用原理的说明等等 并经由此一进入而建立君子印式的进退之道 这个进退之道基本上是一个对于存在界的事物变化规律的观察反省的结果 其最终目的是在建立表现在一经著作中的弥伦天地之道 以及圣人孝席的典范 这一部分的材料是细词传中的主要部分 即是教导如何理解一经这一部著作的基本意理 或者说是建立借由一经而重新整理出来的儒家人物的世界观及处世智慧 在这一部分的观念命题中的变化之道 即是一传哲学及一经思想 以为儒家哲学建立宇宙论知识命题的形上原理 并同时经由对这个掌握天地变化之道的一经思想的反思结果 而发展了其他的多项的形上原理 以用以构作儒家的形上学 以下我们先以文本示意的方式将细词传文词作以意理的说明 以词为基础 再进行对细词传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探讨 小鱼系词上传第一章大鱼 天尊的碑乾坤定矣 碑高矣成贵剑位矣 动静有长刚柔断矣 方矣类巨物矣群分及凶身矣 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剑矣 一经理论的建立是从存在界的现象中得来的观点 我们所说的乾坤的概念是从天地的尊与卑的结构中体会而得的 一经书中的贵剑之位的概念是从大自然中高高低低的山河大地中领悟而得的 我们所说的刚柔的观念是从事物的动静有长的现象中得知的 我们说即说凶的观念是看到各种事物拒之则状散之则弱的现象上显现出来的道理 而天地自身又不断地展现着各种形形象像的变化 于是知道了变化的重要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一涵一数 我们就是从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中的诸种形状而得出我们的各种观念 在经我们整理之后找出一些刚领性的原则 从而在重够这个天地间的所有变化之形状 于是我们提出刚柔相摩八卦相当的说法 来述说着这天地间的一切形状 雷霆润与日月寒暑男女之事就这么来了 而这其中最根本的道理是在乾坤这一对概念上的 我们说干之大使坤做成物 是以干的观念表述一切事物的发生起始的形状 即以坤的观念表述一切事物的落实完成的形状 干到成男坤到成女 干之大使坤做成物 潜以一知坤以减能 一则一知减则一从 一知则有轻一从则有功 有轻则可九有功则可大 可九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一简而天下之理的以 天下之理的而成为忽其中以 干是一个简易刚强的原理 异于理解也因而使得人们得从其中获得一种真实的感受 而能长久的支持着它 而显现为贤者的内在德行 坤则是一个简易柔顺的能力 能为人们所寻从 从之则能落实 并且也因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而表现为贤者的人间事业 周易乾坤这一对意见的核心观念 如果能切实的把握 则可由衷掌握住天下之理 而使得我们作为一个在天地之间的存有者 能够有明确的生存定位感 小于第二章大于 圣人设挂官 三项系词焉而明及胸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周易是演你天下事物之情状的著作 而以八卦及六十四卦的表述系统来泛为一切变化之纲目 而这些变化形状的纲目之提出 是要让人存有者得以在天地之间有其正确的存在定位 能在深处环境中的进退之道有所掌握 从而长保太平 为使人们的进退之计有所依循 周易之书又以挂谣词的表述系统对存储之道的 即胸情状于以阐名 以利所依 而存储之道是基于周遭境况的转变才德的道理 而境况的转变是天地之道的根本原理 这也是一支为书所要阐名的核心观点 变化是天地间的必然常理 此常理要以智慧把握 所以周易之书又以刚柔概念的彼此相推之发展演变 来说明这天地间的变化道理 是故及凶者施德之相也悔令者 由于之相也变化者进退之相也刚柔者昼夜之相也六摇之动 三级之道也 周易以挂以相以词以刚柔等观念 在整体地讨论着天下事物的形状 且以刚领性原理来范围它 对于人世间的施德现象 以及凶观念说之 表示的者及施者凶 知及凶者 对施德之间则能掌握先机 对于忧于现象 以悔令说之 表示存在处境感的常有暧昧之状 则或悔或令的态度采取 或能有修正之机 而君子深处天地之间 欲行其道时 又需由事局之清浊来判断策略 局之为局 就是变化轮转的结果 所以周易又以变化的观念来说明 君子进退之道的原理 事有强弱 理有正反 日有昼夜 对于这些对立的现象 周易又以刚柔的概念来说之 这许多的周易观念都是最终要来说明 整体天地万物的形状的原理性观念的 所以又以上下周流的六摇变化的法则 来讨论天地人三极间的所有形状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义之序也所乐而玩者谣之词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向而玩其词动则观其变而玩其战事已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周易已展现了这许多的理论面貌 可以说是以不人生问题的指导性典籍 所以儒家的君子 便应将周易视为处世的经典 对于此书的使用 应该以义书中所言之所有道理 为平日立身之准则 甚而以挂谣词之文艺内容之研究 为一般贤居时之活动 所以君子退则实时以义里所显之挂谣之项 与词之研究为主 竟则注意义里所说之变化 进退之道以为行义把握的原理 甚而进行战事活动以确定所变之方向 能如此 则立身与处世接手在与天道常同的境况中 故而只有所谓的吉士 而无凶士之理 当然 君子所谓的吉凶与小人 所谓的吉凶是不同的 小于第三章大于 炭者言呼向者也 咬者言呼辩者也 吉凶者言呼其失的也 悔令者言呼其小次也 无救者善不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呼为其小大者存呼挂便吉凶者存呼此忧悔令者存呼戒正无救者存呼悔 是故挂有大小词有显意 此也者各指其所知 本章讨论周易之体力 对诸重要名相范畴之意义及使用进行说明 断词是对整卦卦象的道理做说明 谣词则掌握着卦中各谣因变成像的道理 而做的各谣之说明 断谣词中的吉凶之语 是说明一经中对人事诗的现象所下的判断 或悔或令的断语 是说明人事现象中出现了小缺点 无救的断语 是说明在人事现象中对于缺点的能改正之后的无救结果 当一经一书以以上这许多范畴结构说明人事现象之后 他对学艺者便能有多方面的启发 他以摇位的上下进退的情况 让学艺者知道人事中有贵贱不一的情况 于是知道对或贵或贱的不同处理原则 他以挂礼的各有不同或优或劣的情况 让学艺者知道要以灵活随机又平衡处理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诸多不同处境 他在挂谣词中明示的吉凶之断语 要学艺者认真反省 以完成君子应有的对待吉凶的处事原则 他在许多细腻的激转灵界情况上 说明了或进或退的或毁或令之原理 要学艺者之所优惧 他明示不该有的状况 要学艺者及时止步 使自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能够能够把灾祸避免掉 也就是说周艺艺书中的所有挂谣像词 其实都已经针对人世现象中的各种情况 时有所指的说出其好坏之处 学艺者要善知 所学以及善行其事 小于第四章大于 艺与天帝准事故能米伦天帝之道 周艺成为理论性的书籍 他所处理的问题本质上是一套 谈论天帝之道的完备的形上学理论体系 包含了哲学理论的诸多面向 他于理论之时 便是站在整体存在界的高度上发言的 所以天帝间的所有事物 都是在他的讨论范围内之事 养溢关于天文府以查于地理 是故之幽明之故 原始反中 故之死身之说 精气味物由魂未变 是故之鬼神之情状 他对于日夜运行的道理 是从养关府查天文地理中得来的 他对于生死之事 是从在不断的推速源头的方式中得来的理解 他对于鬼神的形状 是从精气味物由魂未变 的理论中建立之事的 是说凡所有物者 都是得着精语气而有其存在 但是鬼神者却未得精气的成形 所以只能以游魂的形式 而再流动变化者 或者说鬼神就是指变化的原理 但人有其存在 是未未得精气成形的游魂形式之存在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之周乎万物而道 即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留乐天之命 故不忧安土敦乎人故能爱 周一之作可以提供学艺者诸多的人生大道 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直接处理整个天地间的事事物物之力 而所言者也正能揭露其理 所以君子以之而行时 绝对不会有任何违背正理之事 其次 周一之作 本身体现于一种道际天下的胸怀 而且是以周辨天地万事万物的知识程度为其准备 故而所提示的行事之道理 必不会有错误 在周一所建立的行事准则中 本身就有着乐与天道相从而通小人事命运的知能 再加上他能携行天地之运行之正道 而不会因私心而落于偏差 故而以此处事便魔所忧虑 还有他又那么样的能以仁爱之胸怀来面对人间世界的所有生命 故而能有真正的大爱之出现 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趋成万物而不宜通乎昼夜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掌握住天地万物日夜运行之变化的所有形状 清楚明白无有遗漏 所以周一一书的知能是无方无体 不能限制 包容无限 小于第五章大于 亦因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臣知者信也 人者见知畏之人知者见知畏之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先矣 显诸人藏诸用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幽 圣得大业志已哉 富有之畏大业日新之畏 圣得生生之畏 亦成相之畏 甘孝法之畏 坤吉树之来之畏 占通辨之畏 是阴阳不测之畏 神 本文是重要的哲学理论的文献 是异传作者对于通冠在周一一书中的根本原理所作的说明 因此也就是反映着异传学者的形上学观点 同时也是如门后学重创理论的重要文献根据 此处我们宁愿以较为朴素的一礼说它 亦因亦阳之畏道 既知者善也成知者信也 表现在天下人之前的形式的正道 是在不断的变动造生的过程中开展的 阴阳士气之大者 这是庄子的说法 亦因又亦阳的作用 便显示造化的功课在不止息的进行当中 这也正是君子行力于天地之间应有的取笑之法 亦因亦阳之畏道 在行与世之中的进行 君子应以善的原意为之 既知者善也 而最后的落实之可能性与目的性 则应针定在道义之门的诚信存存之中 即成于以道义为内容的信份之中 成知者信也 人者见之畏之 人知者见之畏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先矣 显诸人藏诸用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像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内涵意义 人者与智者都能各自以他的灵袖而掌握得到 然而一般的百姓虽然生存于这样的意义内涵中 却不能体会这一层次上的道理 故而这一个本应为君子之人的日用常行之道理 便不是那么样的明显了 一经的道理都是指向以人的准则在行事中作用它 但是人得的揭露是要在作用中呈现 所以推动着天下万物的作用中 是行于无事而已 而不会如圣人一般的 以人存有者的位格而携带着若干的忧于心态 因为那个天地的正道是本然的形状 周易之书是意谢天道 学易者是孝学天道 圣人的事业因此是参赞之事 所以有优者有不优者 圣得大业智已哉 富有之位大业日新之位 圣得深深之位 亦成相之位 甘孝法之位 坤 集数之来之位 赞通辩之位 是阴阳不测之位 神 周易所处理的道理 既是行上学的 又是社会哲学的 他本是天地之道 故而是行上学的说 但他又是要给圣人君子孝学之书 故而又是社会哲学的说 因而 说易者 一方面是对周易 一书的人事原理做理论说明 另方面则是提升一书为一义理 而对准着天地之道来说明 易到广大西北 他处理的事物广包于天地之间 此其大业之位 而他的处理事物止息的不断创出的 此其日新之位 故论易约 圣得大业制已栽 这也就显示了周易是一个 以生生不已的创生的世界观而做的作品 而对于此一世界观则有着一整套的掌握架构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是说周易之作者在理解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时 是以天地间的事物发生的状况去思索的 而从中标举出天地两个意向 一为指导原理 一为落实原理 以干说指导的原理 他像像一样的先显了 又以坤说落实的原理 他像形一样的依循于干的指导原理而有了落实的作用 此外 异道又以战之作用 让学异者得以知晓未来之情状变化 即数之来之未战 而在异道的眼光中 所有的行动之原理都能有着之通达变的境界 这才是的异者之作为的风格 通辨之未是 因此我们可以最终的以极高明的评价来认识周易之书 及其原理 及其唯一神庙之作品 然而 就从异道所处理的事物中 我们其实已可见到 由那个不断转变的创生原理所指导的理论的运行 必然是阴阳不测的情况 因为阴阳以气的身份作为存在的根据 而存在本身在变化不断之中 故而掌握存在的阴阳法式即显现于变动之中 阴而无由定值 故言其不测 阴阳不测之未神 小于第六章大于 夫意广意大意 以言呼远则不欲以言呼耳则进 而正以言呼天地之间则备以 夫干其境也专其动也直视以大生焰 夫坤其境也兮其动也辟视以广生焰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十阴阳之意配日月意简之善配智德 本章言于一书之讨论范围为天地之间的全体现象 推远地说则无边无境 就静地说则直接落实在人身而静以上的正道中式 以整个天地之间说之则可以全被天地知道 执旧意理中的乾坤两原理说之 干的原理真定在一种刚强的内力中 发用时则未刚强的外力 故而有着强大的创生作用能力 坤的原理真定在收敛的情境 又发用在开辟的作用中 所以有着广包的生产作用 因而在这些作用的配合下 周一的原理能广泛且准确地描绘天地的运行 似时的迭变日月的推移 以及君子的成德之行 小于第七章大于 子曰 义其智已呼 夫亦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知崇礼碑 崇孝天碑法地 天地设位而义行呼 其中以成性存存到义之门 此文言义道的本体 为什么义道这么广大呢 因为义道本就是对准天地之间的运行 而寻义出的变化之情的原理 天地设位而义行呼其中以 而在儒家理论系统中的天地之本意 直接就是以道义为主轴的理论内涵 那个运行的原理是 性 掌握着那个性 作为形式的准则 成为 道义之门 所以 义是儒家圣人内圣外王的理论之作 孝学天地的情状 射出之语里 以为崇德广业之用 这个 成性存存到义之门 是本体论的规定 以儒家义里脉络下的 道的义是说所存之成性 小于第八章大于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而拟诸其形容 向其勿以是故畏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细词焉以断其极凶是故畏之谣 言天下之志则而不可恶也 言天下之志动而不可乱也 你之而后言意之而后动你意已成其变化 明赫在因其子和之 我又好觉无语而弥之 子曰 君子居其事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 应之旷其尔者呼居其事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为之旷 其尔者呼言出呼声加呼 明行发呼而见呼远 言行君子之书姬 书姬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呼天地也 可不甚呼 同人先嚎跳而后笑 子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出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其力断经 同心之言其秀如蓝 出六其用白毛 五九 子曰 记错诸的而可矣 吉之用毛和旧之有圣之志也 夫毛之为物薄而用可宠也 圣丝树也以往其魔所施矣 劳千君子有忠 吉 子曰 劳而不乏有功而不得后知志也 欲意其功下人者 得言圣理言功 千也者志功已存其位者也 抗龙有悔 子曰 贵而无畏高而无名闲人在下 卫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亭无救 子曰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 积事不密则害臣 是以君子圣密而不出也 子曰 作义者其之道乎 义曰 父且臣致寇致 父也者小人之事也 臣也者君子之气也 小人儿臣君子之气道 思夺之以上漫下报道 思法之以 漫藏会道也荣会迎 义曰 父且臣致寇致 道之招也 本文再次说明一书中的项与谣之意 项是卦象 卦象可以说明天地间各种复杂的形状 卦象也本就是从天地间的各种形状中 项眼尼奇异而得者 卦象有三谣化的八卦象八种 有六谣化的六谣像六十四种 当然也包含三百八十四谣的谣像三百八十四种等等 谣是谣词 谣词特别是讨论各种变化情境的命题 并做出吉凶的判断 谣词之设立 本也是圣人有感于天下间各种分乱变动的情境 寻意其通则 规范其行义 且提示出吉凶的判断而设者 故而特别可以作为君子处于变动情境中 或进或退的形式准则之参考 译书已将天下间既复杂又身为难民的情状 明白说出 学艺者要认真学习 不可以在糊里糊涂 搞不清楚生活周遭的状况 译书又已将天下事物变化发展的情况清楚交代 甚至明白告知如何进退 以及吉凶或福 学艺者要深刻明了 不可再进退失去 任何事情想清楚后再表达意见 研究好后再采取行动 凡是胸中辽然 则深处天下变动的纷乱中 便能知所进退 与民同其吉凶 而成就人文化成的事业 本章后段则为就一经一书中的若干条文 再次及孔子之口而表达理解观点 基本上人是以儒学道义之门本位的解经观点 来作为权势的主轴 资不多论 小于第九章大于 天一第二天三第四天五的六天七第八天九的十 天数五的数五五未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的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词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眼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 以向两挂一以向三叠之以四以向四十归其于吕 以向润五岁再润顾再吕而后挂 干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昆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其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事故四银而成一时有八变而成挂八挂而小成瘾而生之处类而常知天下之能是必矣 显道神德行事故可与仇作可与又神矣 子曰之变化之道者之神之所为乎 本文言像术亦有天地之道故有像术包含其中 本文讨论了天地之术与大眼之术及叠师之法 历来注解极多亦则不依此赞不解 为其中言于行鬼神者乃为借由叠师过程 邀请鬼神共同参与而提供资讯掌握变化 小鱼 第十章大鱼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上其此以动者上其便 以志气者上其相以不适者上其斩 是以君子将有谓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寿命也如像 无有远近幽生碎之来物非天下之至今其熟能语于此参五以便 错综其数通其便遂成天下之闻及其数碎定天下之相非天下之至便其熟予于此 亦无私也无畏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熟能语于此夫亦圣人之所以及生而言及也 为生也顾能通天下之至至违及也顾能成天下之物为神也顾不及而肃不行而至 子曰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周亦之作 晚合了四种圣人之道 即圣人以亦道行事者有四种形状 第一以亦书之文词作为利言之准则 第二以亦理中的变化原理为动静出处之进退之道的准则 第三以亦理中的相义之情状为志气的借鉴之准则 第四以亦理中的战事之法则为不适时的标准方法 他之所以能有如此效用 是因为他经过圣人之极生而言及 所以已经是天下之至今 至变及天下之至神者 他是怎样的至今至变与至神呢 首先 对于未来的事 不论多么幽影深远 只要君子有所欲为而以亦战问之 则必有解答 其次 他以参五错宗的原理 定出一经的相语词 其中 由瑶的一致六位之变幻的情状 定出卦瑶词之意理 其次他由卦与卦间因数的错语综的变幻原理 定出卦象之情状 再者 一书仅为一区区文字与图像和绘之作品 他其实只是一些静静的躺着的一堆原理 却能因人问世而通天下之事 显见此中已深藏天下至今至变至神的道理在了 他精准 他精准是因为他深刻 为其深刻 所以能掌握天下人心的细腻 他抓住变化的要则 是因为他能末观事件的端倪 所以对事物的处理 没有不能成功的 为其神妙莫测 所以在摩索真相之中 便已完成了欲畏之事 周易之书 因圣人的疾身而言机 掌握的道理的深刻 是已能有上述四种对圣人之效用 实非虚言 本文所表现的一道之广大 以有向道家玄制挑战的志向 而决胜的关键 则一方面在于形上本体的实意 另方面在于变化之道的神妙机制的深度 从形上本体的实意之真者 为本体论的差异之事 变化之道之真者 为集天道秩序以的事变的能力 道家向来在后者高明 至一传之作出现如家意在此处真定 小于第十一章大于 子曰 夫意何谓者也 夫意开悟成悟 冒天下之道如私而以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 以定天下之夜 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师之得缘 而神挂之得方 以之六摇之意 亦以共 圣人以此喜心退葬 于密集凶与明同患 神以之来之以葬 往其熟能与此灾骨之聪明 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查于明之故 是新神物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 其得夫是故何 互为之昆辟互为之甘 亦何以辟为之便往来 不穷为之通 见乃为之相行 乃为之气质 而用之为之法 利用出入明贤 用之为之神 是故意有太极 是身两仪两仪 身四相四相 身八卦八卦 身及凶及凶身 大也 是故法相 莫大呼天地变通 莫大呼四十玄相 者明莫大呼 日月崇高 莫大呼富贵 被物质用 立成器 以为天下立 莫大呼 圣人 叹则所影 勾身至远 已定天下之 及凶尘 天下之 违 为者 莫大呼 师归 是故 天生 神物 圣人 则知天地 变化 圣人 孝知天垂 向见及凶 圣人 向知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 则知 义有四相 所以是 也系 此焉 所以告 也定 之 以及凶 所以断 也 本文说 作义之目的 方法与内容中的主题 作义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 必须回到 一道本身的原理中才能解答 一书本身是述说天地之道的著作 而此一著作的写作心灵 一方面是文王的幽巨星 要转幽巨位无救 要透过过一些作为打开一些局面的著作 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积极的心灵在写作着的 而这个心灵就决定了一道的本体论内涵 另方面 一书之作是对准生活情境中的变化莫测的现象 而希望以一些规律来掌握它的 所以对于这个变化处境的清楚认知 也成为一书中被如学家挖掘出的形上学内涵 所以当我们在探问意的作用是为何而来的时候 我们则可以同时以意理的形上学内涵 与作意者的写作心灵与写作目的来说它 子曰 夫意何谓者也 夫意开悟成悟冒天下之道如私而以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夜以断天下之仪 意是做什么用的呢 意是吻合天下所有事物 提出人文化成的所有作为之原理的著作 事故言义之圣人可以及意义之天下人之期望 以及安排处理天下事物的事业 并可判断天下大事 事故师之得缘而神卦之得方 以之六摇之意义以共 圣人以此喜心退葬于密及凶与明同患 神以之来之以藏往其熟能与于此栽谷之聪明锐之神武 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查于明之故是新神物 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栽戒以神明其得夫 一书之作 以六十四卦表述各种具体的情境与处理原则 所以卦理中所显现的功能是明确而清楚的 而占卜卦象所用的诗草 则透过不断的排列作用而得出所求之事 是故师草所表现的功能是圆满的包容及神妙莫测的作用 而占世所得的遥相所显示的功能则是以便意味原则的处世智慧 以攻占者之用 透过这些功能的发挥 圣人便以此炼养心智 将天下智力深藏于胸中 而适时适地的有所作为 以完成人文化成的事业 而与百姓同步接受时代的吉凶之命运 并不为一己之私 而不出适用 透过艺书的研拟 可以通透地明了过去所发生之诸事的意义 也可以测知未来所将发展的事件之形状 这真是艺书的伟大之处 它一方面表现出作艺者声广 另方面表现出演艺用艺者的声广 聪明锐之神武而不杀者夫 既聪锐又有威势 定天下而不为天下定 艺书是用来明天道查明固 是作为一种本来只有鬼神之德才有能力应用 而却拿来给一般人民运用的工具 对于这种神物的使用 圣人不得不恭敬虔诚的运用 以便使他的使用能力得到更广泛的开发 事故和护卫之昆辟护卫之甘义和一辟卫之便往来不穷卫之通 见义书的功用 一书的功用是很广大的 所有的事物之作用 本来都是在一个来来往往的原理中进行 一书特别以乾坤的原理说这种来来往往的作用 尤其是表现为一和一辟的现象 收射的和世卫坤的作用原理 开张的辟世卫干的作用原理 天下是在开张与收射的一来一往中进行着 与发展着世卫一和一辟卫之便 而如此往来进行的现象 便显示出一书中的本体论原理 即那持续不断的作用的创造一含者事也 是为往来不穷卫之通 而也只有这样的原理才能作为通天下之理 而能作为处理天地间所有事变的原理 天地间的所有事相及其原理 在一书中言 即已相与气势之 相是掌握那表现出来的原理 卦相之理事也 气势掌握那已经落实的自然形状 说明是人法相置气的工作意义 而就在百姓对一书的广大知道的使用中 使一书成就了他神庙的作用功能 是故意有太极式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极凶凶凶生大也 本文再次声明一书的冒天下之道之义 由义的根本原理中 推展而出范围天地之士的圣德大业出来 首言有一太极之理 由事而推展出一步一步的义学之理出来 有两仪有四象有八卦 到了八卦之象与理之出现之后 便可以直接明辨世事的吉凶了 也因而由之以获得处理天下事业的本事 其中由太极制八卦的义理发展过程 在学界有多种解读方式 自古弃经 种类繁多 要知有三 意为讲蝶诗的过程 意为讲卦象绘制的过程 意为讲宇宙发生论的过程 而如以本文所采用的解读态度言 则上三种解读方法皆可 因为作义传者的心灵中 本来就已经以义书之广批性格 而混合的转用义之多义 全解者本就应掌握义之多义 而全背的讨论传闻中之义涵 而义传作者就算有其原文之义 在他自身之中也应能有融通应用之空间圣或企图 这是我们对处理本文的观点 事故法向莫大呼天地变通 莫大呼四十玄向哲明 莫大呼日月崇高 莫大呼富贵 被物质用力成器 以为天下力莫大呼圣人 叹则所隐勾身至远已定天下之及凶成天下之 巍巍者莫大呼失归 事故天生神物圣人则知天地变化 圣人孝知天垂相见及凶 圣人相知何出图落出书 圣人则知 亦有四相所以是也系此焉 所以告也定之 以及凶所以断也 意道是广大的 它之所以成其广大是因为它的出处就大 它以整体天地的大象作为它取向利益的依据 它以四十之变幻不已的自然现象 作为意理中一个最重要的形上学原理变异原理的依据 它以如日月之光辉照耀的形状 表现出意道对人生启迪作用的明确清楚之程度 它以世人常追求的富贵之欲 来说明意道的崇高性 就应如富贵之于世人般的应为众所追求的对象 它又以圣人之能够制器上用以利天下的性能来比喻意道用途之重要 它又将战事作用中的神器施与规则来发挥意道高生神庙的大用 意道的广大其来有字 它总是这样的取法乎上 所以一旦天地间有了什么大事因缘的现象 都被取入意道的思考领域之中 而由作意的圣人法效像则之 意以上数四种天地间重大的形状现象 作为天道的事项 当然也作为法道的理项 寻世之故 则又以挂谣词之文字系统来明确告知 又以情况变化对吉凶的影响的原理来教导学义者 也能对自我的处境做吉凶的判断 因而掌握住事宜的君子之进退之道 其中的四项者 因为文中所论的天生神物 天地变化 天垂相 何出图落出书 四者 而所谓的相 在意道中意有多意 有挂相意 有天地自然形状之相意 有由前述之相所显之理之理相之意者 本文中之四项之相意 本文处理意学哲学与天的关系 其中需要强调讨论的是 学意者将有天注之的命题 从意道本身的理论性格与著作精神而言 意学因弥伦天地之道 因冒天地之道的性格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 它是在整体天地范畴内的理论体系 所以经它所发表的命题 以及效学于它的行为 正是罪和天道的原理 因此必然有无害无过无救等等效能 子曰 书不敬言言不敬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相以敬意涉卦以敬情 伪戏词 焉以敬其言辩而通之 以敬力古之 武之以敬神 书不敬言言不敬意 本来是我们对于书籍言论观念之间 不能有完全的扣和现象所建立的命题 这是一个极易接受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和我们所宣称的 一书之道的广大西辈的说法 会不会有冲突呢 本文极为处理词问题者 小于细词传大于作者认为 一书中的挂象词三者 都已经完备的将天下事表达说明清楚了 甚至透过实际的操作之中 还能神妙无穷的发挥利用后生之功效 这就是细词传往行上学发展的做法 乾坤其义之运亦乾坤成烈而易立乎其中以乾坤悔则无以见义 亦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习以 本文是异传中重要的理论性文字之一 它讨论乾坤两个重要的范畴 乾坤者既是两卦卦名 又是异道的两个核心原理 因此本文深论乾坤两范畴的重要地位 从卦里言 乾坤是六十四卦之首 六十四卦由乾坤两卦建之于前之后 经过摇变而逐一形成 任何一套解释周易卦向发展观念的医学体系 都有取于乾坤之始原意的做法 当然 此处之乾坤也有当作阴阳两窑易解之者 然而我们以为人以卦向解之叫恰当 由上观之 乾坤两卦对一经六十四卦的根基意 是如何的不能或缺的了 另 从意道的形上学角度言之 意 是本体论的根本真实性 意的原理就是深深 而深深的观念就是交给乾坤的意和一辟的作用来说明的 意道的本体论意除了意阴一阳的意和一辟之外 还有的就已经是既知者善成之者性 即 诚信存存道义之门的道德理性之规定了 因此深深有二个意义面向 一位深之道德创生意 另位深深之不断创生意 后者及乾坤之作用在进行的 因此 从行上学角度说之 乾坤与意之关系又势必不可分的了 所以本文强烈深述之 是故行而上者为之道行而下者为之气化而才之为之便推而行之为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名为之事也 意道含藏行上与行下世界 那作为指导原理的意道是行而上者 那作为实际发用的作为是行而下者 它本身在流变中存处 而我们却能够清晰明辨的分叛且掌握着 它能够当机而具体的在生活周遭中推行施展 这是意道通达的必然真相 只有真正存放到人民百姓之中的作为才能叫做事业 本文中的行而上的观念 对四后的理论发展指出了重要的范畴分别 处理指导性原理者属于行而上的范畴 处理实际使用的理论部分属于行而下者 时至今日 行而上者又成为哲学理论最高范畴的哲学名词 此即行上学名义之所取 即天下之责者存乎挂骨 天下之动者存乎词化而才之存乎 便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莫而成之不言而性存乎得行 一书以多层范畴来处理天地兼事 将忧生难明之事解明者 是挂范畴之所为者 天下事业的心发推动者是词的范畴之所为 亦生明辩的本体观 用以清晰分叛的掌握世事 亦强调通的智慧 用以有效的施行君子之道 亦节血于通达的圣人之能中 神明不测的舒展异道的极致 在那与莫动静的内在真实者 则为守义道者的道德本体之德行而已 小鱼细词下传第一章大鱼 八卦陈列象在其中以 婴儿众之谣在其中以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以 细词咽儿命之洞在其中以 一书是一套套的表达系统 当推出三摇画的八卦之后 那种种优身难明的形状 都已可被一书的卦象系统来整圈的掌握了 将三摇画的八卦两两相重 而并合为六摇画的六十四卦之后 一书中对人生启示最多的具体建议之说谣的道理 就已经完整的蕴含在其中了 一书中以谣相的或刚或柔位论及凶的准句 然而这样的思考方式的根本原理 其实就是变得本体观念在指导着的 至于一书中的诸多言词 那当然是对诸多情境诸多原理的说明 言词非无的而设 却正是要启发君子以为行为的准则 以将人文化成的事业推诸天地之间 及凶悔令者生忽动者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 辩通者去识者也 吉凶者真胜者也 天地之道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真明者也 天地之动真夫意者也 一书中蕴含许多的智慧与哲理在内 一书中论及的吉凶悔令之事者 是要提醒在人生的动容周旋之中 就是吉凶悔令之事发生的场合 所以要谨慎所言所行 一书中以刚柔论为 为是姚魏 姚魏之定 定出君子所处之情状 君子行事 关于处境就是要在其所属场域之实位中 用为准句 所以刚柔所论之姚魏之情状 就是提供君子之位之所本者也 一书又时言 便知本体实状与通知应对智慧 这也是因为根据义道的认识 这存在处境本身是在变通之中的 所以对于处境的掌握便极为重要 处境是时的观念也是 为的观念 所以便通知说就是要君子学之以注意所处之实位 以有所正确的行动 一书又是结经了许多轴心智慧之书 当有了清楚的吉凶智慧之后 则行事无往不利的结果便自然获得了此为真神 一书收摄天地之道与异道之中 天地之间更有何事逃出此外 所有的智慧原理在此一览无疑 此贞观之位 一书也学习天地的情状 就如日月之光辉提供照明的作用一般 此真名者也 总之一书收摄所有的原理 将天地运行的情状以异道的总原理一贯的总收了 此真夫一者也 夫干确然是人意义 夫坤腿然是人简意 遥也者孝此者也 向也者向此者也 遥向动乎内及胸见乎外公业见乎便圣人知情见乎词 一书的道理都可以清楚地解说 前与坤两者都极简易地发表着异道的动力观点 意为和意为辟者 而谈论变动的情境的谣的内容 就是以这乾坤的动变之理为立说之依据 而现实情境形态的像的内容 就是说明在乾坤变动的作用中所产生的各种情态状况者 一书以谣语相作为表达的系统 而在具体的情境中就能显明吉凶的情状 而由学者自行领会而出 而用之于动容周旋之人身处境之中 然而这一切的道理 又其实早都已经完整地发表于一书的言词之中了 天地之大德约身圣人之大宝约 为何以守卫约人何以巨人约才理财 证词尽名为非约矣 一书是内圣外王之道 已将这一内外之道解明 然而更可贵的是 一书是天人之道 将天之真实与人之真实通贯的立言 一书言天道 天地之大德约身 是言天道之本体 以身说天地之德者 即为 身身之位义 的另一种表达 都明指这天地宇宙有根本的真实内涵 其意味深 身是儒学本体论的核心观念内容 与老子之反者道之动的立论地位同一层次 都是体系中的内容准具 一切舆论的意义皆取之于此 可谓 一道之本体 真夫生者也 天道本体既然是生 那沟通天人之道者则为由身说 人以为会通 圣人以其胸怀天下之志 为其立身之本分守则 而其行止之所依 则为于德而以 是为也 应以人守之 而人文化成于天下的工作 起于安定的生活 在照顾了人民的生活之后 就是教导百姓人意是非的观念之工作 要开始进行了 而这些具体的外王之道是意的范畴 天人之计都在深的本体论中来体会他的意涵 而仁义之间则是内圣外王的通路 这是本文的毅理 也是对义之内容中的诸多范畴之解说 小鱼第二章大鱼 古者包西式之王天下也养则观象于天府 则观法于德观鸟兽之文语的之仪 净取诸身 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神而为网骨以殿以于盖取诸离 包西式眉神农是作啄木 为四柔木 为磊磊磊诺之力以教天下盖取诸以 日中为是至天下之名 据天下之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是科 神农是眉皇帝尧顺是作通其便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已知 亦穷则便便则通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皇帝尧顺垂衣上而天下至盖取诸乾坤 枯木为周善木为及周吉之力以 既不通至远以利天下盖取诸还 扶牛乘马引众至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众门及拓以呆报刻盖取诸语 断木为处觉的为旧旧处之力万民以 既盖取诸小过 贤木为胡善木为使胡使之力以 为天下盖取诸魁 上古血居而也处后世圣人 一只以公事上洞下雨以呆风 与盖取诸大壮 古之葬者后一只以心脏之中也不封不束 丧其无数 后世圣人一只以观果盖取诸大过 上古结神而至后世圣人一只以书气百官 以至万民以茶盖取诸诀 本文说明异学的源头是福西座八卦开始的 而八卦的制作其观念的来源 都是从生活周遭的自然情景中得志的 其后说明圣人志气上相的做法 小鱼第三章大鱼 是故意者向也 向也者向也 断者财也 遥也者笑天下之动者也 是故及凶身而悔令者也 本文深说一书中能深取辟意的作用 亦以六十四个卦象的方式来表达理论体系而建立言论 卦象又是完全以表描形状的方式画出的 故为之相也 卦象出 整卦作为一个表描形态 本身可以转位讨论的材料 故以断词说之 而在组成卦象系统中的六遥 则可将天下间各种形状 透过遥的变幻转化者 而掌握所有的运行形状 故而遥又是辟喻地说明天下事物的变动的材料 一书透过这许多的辟喻与讨论 就是要君子明了自身的处境 以简易的项语词的表述系统 让君子学习之 最后定出吉凶的判断 于是或趋吉必凶 或反之而行 都是自取 然或悔或令的结果 却早已昭昭若明了 小于第四章大于 阳挂多阴阴阴挂多阳 其故何也阳挂其阴挂哦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 而二名君子之道也 阴二君而一名小人之道也 本文深说 阴挂中阴阳原理的应用 阴对阴阳之道 有阴根本的观念 阳为主 阴为辅 阳挂之阳阳术旗 阴挂之阳阳术偶 事故以三阳挂论之 除去纯阳纯阴之乾坤两挂者 则阳挂之阳阳少于阴阳 而阴挂之阳阳多于阴阳 这个原理是从人世现象中规整而来的 君子有道 一君律二名 小人无道 二君统一名 乱必行矣 小于第五章大于一曰 冲冲往来 蓬从尔思 子曰 天下和思和律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律 天下和思和律 日往则越来越往则日来日 越向推而鸣身烟 寒往则蜀来蜀往则寒来 寒蜀相推而碎成烟 往者驱也来者信也 驱信相赶而立身烟 此祸之驱以求信也 龙蛇之者已存身也 经义入神已致用也 利用安身已重得也 过此以往为之祸之也 穷神之化得之甚也 一曰 困于时距于极离 入于其宫不见其漆 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明必辱 非所拒而拒焉身必为 既辱且为死其将至 其其可得见也 一曰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或之无不利 此曰 损者情也 公使者弃也 涉之者人也 君子藏气于身呆时而动 何不利之有动 而不阔是已出而有 或与尘气而动者也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意 不见力不劝不威不成 小臣而大戒此小人福也 一曰 据笑灭止无救 此之谓也 善不羁不足以承明 恶不羁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意而服 也以小恶为无伤而服 去也故恶 姬而不可言罪大而不可解 一曰 一曰 何笑灭而凶 子曰 为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王制而不忘乱世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一曰 其王其王细于包丧 子曰 得宝而为尊之小儿谋大力小儿认众先不及已 一曰 顶者足父公诉其行卧 凶 言不慎其用也 子曰 知己其神乎 君子上交不产下交不独 其知几乎己者动之为及凶之先见者也 君子见己而坐不似终日 一曰 戒于时不终日 真即 戒如时焉宁用终日断可时已 君子之为之张之柔之刚万夫之望 子曰 颜世之子其代数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之之未尝复行也 一曰 不远复无指挥 元吉 天地因运万物化醇 男女够今万物化身 一曰 三人行则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有 颜至一也 子曰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意其心而后与定其交而后求 君子修辞三者固权也 唯以动则名不语也 据意语则名不应也 无交而求则名不语也 莫知语则伤之者质疑 一曰 莫意之祸及之利心悟痕 凶 本文声明意到精神中的刚见持续不已的本质 他绝不迟疑 绝不模灵良可 绝不暗昧 他清楚明白的以一致的原则应对着天下的事物 就像日月蝶运 昼夜轮身 四时运行 年复一年 那么样的刚直雄剑 他的作用方法就只是一来一往罢了 在来来往往的雄剑作用中 自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 就像自然界的各种百兽重移 也都有其各自生活本领的例子 都能体现这刚见的往来之道 而君子学习异道的效用也当如此 就是认真深刻的研究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而降之应用于社会事业中来 以及透过社会参与与个人实践来修养德性 一书的道理就是这样的简易又博大 小于第六章大于 子曰 乾坤其一之门耶 干阳物也 坤阴物也 阴阳和德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传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明也杂而不悦 于积其类其衰是之一邪夫一张网 而查来而为显禅忧开 而当明便物正言断词则被矣 其称明也小其取类也大 其致远其词文 其言屈而终其是四而影 因而以记明行以明施德之报 本文谈一书称明的问题 首谈乾坤之德 滋不多论 一经中有诸多挂窑词之称明 其所取之名义 多而不乱 以义类推 而可见出圣人于衰是要警惕 义是人之用心 义书谈论事物发展的道理 把平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腻知识 予以阐明 而且以清楚的文词 把问题的意义揭露明晰 所以在义书中可以由知识的把握 而落实对事物的判断 文字名义的选取 本来就不得不一个个来 但是义书是一套推演的表达系统 同样的义理结构可以应用在广泛的事物对象中 所以以某一称明而选取的意义 是可以引申的适用到诸多的同类对象中的 义书的文词优雅 但只去深远 它对意见的表达文词婉约 但言必有众 它的道理适应在远近诸事中 但是非善体者不察 它对一切观念的表达 都先注重事物形状变化之道 因而都以对比的两方来呈显意义 并由之以掌握智慧 而能适用于人民的事物之中 并且能因吉凶进退师的的掌握 也有宝于己身出处之力 小于第七章大于 义之心也其于中古忽作义者 其有忧患忽是顾吕得之机也 谦得之禀也 富得之本也 恒得之故也 损得之修也 义得之欲也 困得之便也 谦得之地也 谦得之志也 屡何而至千尊而光复小而便于物恒杂而不厌损 先难而后亦亦常欲而不设困穷而通谨居其所而谦逊称而隐 屡意何行千以至理负以自知恒以亦得损 疑惑意欲以心力困以寡怨景以辩意训以行全 从艺书中讨论的道理看来 我们可以发现 《逸经》中乃多方阐明 幽幻意识 本文即将以幽幻意识称名类物的挂名选出 以为此说之正 前文以言 幽幻意识在意书的哲学层面上有理论上的决定性地位 作意者以此心灵作书 而诠释者也掌握此意心灵作文 于是将意书之道 由幽幻意识及其所引发的道德意识来发表 因而设出道德心灵本位的哲学观 及德性本体论的观点 圣人以幽幻心写一书之道理 一转位以道德心看天地间事物的意义 再转位以德性言整体存在界的本体 而成为周易哲学的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天地之大德约深 亦因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 诚知者性 等等本体论的观点出来 由此本体论的观点位基准 在转出对人世情境的探讨时 便有了本文言吕 签 腹 痕 损 意 困 井 训 等的道德哲学之重要范畴 皆以德性心为理解的心灵基准 这是义道的运思方式 也是义学哲学的方法论 小于第八章 大于 义之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千变动 不拘周流六须上下无常纲 柔相亦不可谓点要为便所示 其出入已度外内时之巨 又名于幽幻于故无有师宝如灵父母 出律其词而魁其方 既有点长既非其人道不虚行 如学家认为一经一书中有若干的原理在 因而对此一原理的解说 正是对如学家在一传中所发表的 形上原理的解说 而此一原理一方面是一经一书 自身内容编撰的原理 另一方面也正是一传形上思想 对天地之道所作的描绘 而本文所言之中心观念者 即在指出本体论中的变化原理 且此一变化是为本体的特性规定 即变化是一本质属性 天地万物的一个根本的存在原理 是不断转变的 因此任一个被提出来的 当下之情境与处理之原则 都不能对它采取永恒的 执定的态度 因为情境只有当下才是 才一下就已为另一个当下了 这是对处世原则的态度 也同时是对存在原则的认识 一经未变异之学 就是把握住这个原理而言的 也正是在这个原理上建立了 深深之畏意的本体论哲学观点 这是在配合了乾坤两意的 大深与广深的创造 与做成之意理之后 而将变异转而为深意 以作为其目的论上的内涵 然因其为不断转变 论的规定在 故而此 深 亦成为 深深 亦 一经这本书所讨论的道理 都是很切尽的事物之原理 不必遐想它是多么抽象与秒远 但也就因为是切尽的具体事物 故而处世之具体原理 并不指定于一位到也屡千 它总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会改变的 变动不拘 就以经书中的六谣言之 情境一直在六位中变幻者 周流六须上下无常 而不论在那一位 又都有或刚或柔的变化之可能性 刚柔相依 故而不可谓典药为便所示 所以君子立身处事 须实时谨慎警惕 以周易所示之道为其所准 否则即将施道而已 小于第九章大于 一只为书也 原始要终以为之也 六谣香杂为其实物也 其出难知其上一只本末也 出此拟之促成之中 若复杂物赚得便是与非则非其中遥不备 一亦要存亡及凶则居可知也 知者观其断词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工而意味 其善不同 二多与四多聚敬也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 其要无就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工而意味 三多凶五多工贵见之等也 其柔为其刚甚邪 本文讨论卦象中六谣间的彼此关系 可以作为解释谣逸的原理 一书之作 深入事物的根本意义中 从深远的基础上讨论他们的本来形状 而以一卦六谣的表现方式来探讨逸理 是要对天地之道的根本道理 即便于实位者 有所掌握 对于各谣的吉凶观念 周一之书也有固定的原理 在解读者以下吉论之 通常 在所有的卦象中 初谣的情况 亦理不亦测之 而第六谣则 一望辨之 这正是本末有别所致 事物出发生时 总是机影难明 真后不明 然而到了最后 招招利利 难逃定数 人尽皆知 所以周一之书以六谣顺境的表述系列 将事物的情状从头至尾于已产明 这是初谣与上谣的作用 人世情境是一套意义范畴 而一卦六谣又是一套意义范畴 对人世情境的掌握 哪一卦象范畴说之 人世情境中有居于核心地位的分析焦点 同样的 一卦六谣中也有作为全卦意义范畴的决定性谣位 此及二谣与五谣者是也 此二谣之位称为中位 这又是基于将一卦分位上三谣及下三谣两卦而言者 于是第二谣乃居于下卦之中位 而第五谣则位居于上卦的中位 因此全卦的决定性范畴意义便决定于此二谣本身之当位 与否 这在一经书中的所有段词意义取决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至于当位之意为何 我们从二三四五四谣的命运中可以了解 这就是二四谣位移卦中之柔位 柔位此位之本意 如果此二谣的谣性正好是因谣 此为得位或称当位 然而第二谣以因谣而得位者却与第四谣以因谣而得位者不同 二得位者欲 四者即使得位却仍为具 这个道理就要放在整个卦里上来讲了 一个卦的初谣至上谣之谣位变化者 象征了事物自初发生至发展完成的各阶段意 事物在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采取谨慎千柔的方式处理 但并不是永远如此 所以在下卦中谣以柔当位是得位的好事 但到了第四谣的阶段时如果还是以柔当位 则其虽然得位 却不得时 此时恐硬以较坚强的态势来应付局面了 所以人才柔壮者 是有危险的 至于第二谣则应得到下卦的中谣的重要地位 而又以柔当之 故无久 一说二四之或欲或惧之别的远近因素 是已与五谣之远近未必 五谣是君位 四应太近 反有距 而二谣太远 本不佳 然因其以柔的位又居下卦之中 如地方诸侯能谨守本分 不与王真功 则能无救者 此两亿并成同位参考 三谣与五谣都是刚位 应以阳谣居之则即 然而三谣多有凶险 这是因为三谣之位 位下卦之上 但又迫于上卦 其于现实处境之时位不佳 故多凶 而五谣为本位上卦之中卦 于六谣卦相中相真君位 位居即尊 故多功 而这两谣都应以阳谣居位才卫当位 否则不佳 故其柔为 其刚甚 然此亦非定理 须事情尽而定 故以不定口气言之 邪 小鱼第十章 大鱼 一只为书也广大西背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 兼三财而两只故六 六者非他也三财之道也 道有变动 故曰遥 遥有等故曰悟 物相杂固曰文 文不当故及凶身焉 异传作者又发表了对六谣的哲学性反省观点 认为一书包罗天地间所有事情的理论体系之中 可以整齐地划分为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层次的存在领域 而各有各的存在意义 而一挂六谣的由来 就是将这三个存在层次的领域各以两位来说之 故有六位 这是对一经一书的体力发表观点 此一观点与前章之说就解释谣词上 不一定吻合 然而对于周易哲学的世界观 却是重要的观念发明 尤其是将人存有者与天地存有界并列为三 即有抬高人类存在地位的理论效用 其并未在宇宙论上深入发挥 可谓仅以一个观点之表达于此而已 故不再深论 谣之本意即变而已 故当理解了意道所重的事物皆变的本体论观点之后 则以谣明知之作法 即为当然 谣有变幻之诸位 各位皆有其时 故曰悟即已坐落在某一摇位之情状的本质 为一具体的认知对象 是以悟称之者也 每一具体情境彼此互为关联 因而产生更复杂的诸多境况 故以文描之 对其进行更明确的讨论 然而此一文词文式的作用 正在于揭露进退之道 故而及凶之意 由此表出 小于第十一章大于 一只心也其当因之末世 周知盛德邪当文 网宇宙之事 邪是故其辞为 为者使平 一者使清其道 盛大百物不费 据以终使其要无就此之位 一只道也 本文讨论作译者的心态 但也正从此一心态的内容中 表现出儒家学者的 形上关怀之内涵 它一方面是作译者之存在处境 从处境中得出心态 由心态中规定了意理 在意理中呈现了儒家的 形上观点 成为儒学本体论中的一个 在幽聚心作用下的处世原理 这是因为所论者以文王处境 感慰基准 讨论他在该处境中 所有的幽聚心 由此幽聚心发为的作用 是要使人存有者免去 所幽聚之事的发生 因而采取的作用原理 即 为者使平 一者使清 小于第十二章大于 夫干天下之至见也得行恒意以之险 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得行恒减意之足 能说诸心能言诸侯之律定天下之及凶臣天下之伟伟者 事故变化 事故变化云味及事有详 向事之气战往之来 天地设为圣人 成能人 某鬼某百姓与能 八卦以相告 某某百姓与情言刚柔杂居而及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及凶以情迁事故爱物相供而及凶身远近相取而悔令身情违相感而利害身 凡意之情敬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令 将判者其词惨忠心 以者其词之 吉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污善之人 其词由失其守者其词驱 本文再次总说一书诸概念 犯愁之实意 甘是见动的功能性 坤是顺从的功能性 两者都是极其简易的道理 都得以让人民了谨慎而行之道 义道能让学者心领神会 能了解复杂的国际政治情境 能治理天下 能律天下人去向正道 所以义书所谈的变化的格式 正与人前之极应用之能 然后 这整个存在 借由天语的架构起了 所有生灵的生存领域 而圣人者即为其中最神武之能者 他能成就天地间最广大的事业 而义书又教导了学习之道 有向人学的部分 也有向鬼神学的部分 因而使一般百姓也能获得天地间最深奥神庙的智慧 此处所言之人谋鬼谋之语 使我们发现 即使在异传之作中 也并不排除异味战士之书的信念 只有战士之作才有鬼谋之事 如果取消鬼谋之鬼神意 而转位一礼一者 似过牵强 这是宋儒之所为者 而一转去古未远 哲理的体系中人保留鬼神存在的世界观 序文言挂摇者 亦多重负 资不多论 莫言以词观人者 可成立人物置意脉络下的人性论 5.细词传中的形上学建构 经由前文对细词传文艺的铺陈解读 接下来我们要探究表现在细词传中的重要命题 在细词传中的形上学命题建构 我们要针对四个主要的概念范畴来探究 即善 生 辩 神 似者 这四个概念分别表现出细词传的形上思维的四个主要面向 故而本文以之为论题 假 善 的实存性体 一的本体论的继承 善 是本体论的实存性体 是继孟子言人意理之集中庸言成之儒家道德意识本体的路线 这一路的本体论思维在一传中完全是继承下来的 表现在 在断传小象传大象传文言传细词传说卦传序传序传杂杂伙传中的整体 其中序传与杂传是社会政治哲学层面的落实 将德性本体落实于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观点发挥 断传及小象专则以之为解经的原理 即以道德意识针定君子行为的最终奇象 大象传结合自然与人文之道 将自然现象的结构附和于道德意志的体会 文言传将乾坤作用原理落实于社会人伦之计时也是一个道德意识的贯串 至于细词传中即义指示继承的使用 细词传中有言 既知者善成知者性 显诸人 诚信存存道义之门 等 可谓此一原理在孟子中庸之作中已明确建立 亦成为儒学本体论的终极核心观念 此意在说卦传中已然 此非异传之作的创造 异传之创造在宇宙论哲学 本体论的道德性体式继承的使用 以 深 的实存性体意的本体论创造 深 是异传对于天地万物的整体存在的最高道体的命定 也是一个实存性体的本体判断 因为说世界是深深即说世界是灭灭在现象上揭说的过去 但是细词传不断说深 此即意实存性体意的本体论的独断 借由深深之为意的本体论命题 加上既善成性的本体论命题 意系词传中完全地继承了发挥在中庸的成的行上学的本体论路线 中庸成的行上学有二意 意为道德意是意的成 意为至成无习的不习意的成 此正与细词中言 既知者善成知者性 显诸人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等说及 天地之大德约深 深深之为意 两说一致 这便是细词传中继承孟子 中庸一路的道德本位的本体论建构 儒家延伸是理论上之必须 因为世界的存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 他们就是圣人君子化成天下的活动场域 活动场域必须实存永恒 现实世界的努力才有意义并有保证 这也是当代大儒慕宗三先生论于儒学的根本立场 筑七 细词传中将 深深之为意 知命题提出 意可谓对于儒学本体论有意创造性的贡献 但这个命题的基本观点是与中庸言不习之意有所汇通的 并变的抽象性争议的本体论建构 及自然律则意的宇宙论建构 细词中言 变者多以 我们认为这正是细词传在儒家哲学发展史上的最重要贡献之处 即为意宇宙论进入的形上学命题建构 变者言于整体存在界的变化之道 变 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是一个抽象性真的本体论下的观点 但是将变的意义落实至诸种率 则实即是一个宇宙论的命题 一经集以六十四卦的卦摇像架构来掌握之 可谓宇宙论意的存在律则即在此展现 并由此掌握天地事物之变化之道 其中乾坤的原理在异传中主要扮演的是 是推动天地变化的宇宙论意义的动力原理角色 配合十位刚柔往来沉沉上下等等概念来说明流变的规格 这是一个宇宙论的知识肩架 在这个知识肩架下细词传要表达的是 圣人依据此一描述变化的体系架构 将可以掌握天地变化之道 这对于儒家言于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将提出一个基于宇宙论的客观知识的保证 这确实是一个积极雄建的理性的态度 将欲平治天下不能只是一个主观的愿望而已 只以本体论的实存性体作为主观的期待 并不足以达成现象界的准确的改变 欲准确改变现象界必须借助于 关于现象世界的经验知识 细词传对于一经作用的诠释 即是指出圣人 借由这一套关于变化的知识的使用 将可以实现社会建设的理想 诸八 这是一个宇宙论的变化律则的建构 并不是本体论哲学所思考的实践主体的感受性意义的问题 一经挂摇像系统是建立一个 对于天地间事物的发生发展的自然律则 这个律则将有它在使用时的准确度的经验上的考验 这个律则并不改变现象世界 而是使用这个律则的圣人与君子 借由律则的掌握而能准确的处理 将发生在现象世界的事物推演 这个推演是一个立基于律则下的可预测的系统 这个可预测的像树系统自一经已挂摇像 一样战是天地事物变化时即已明确出现 它是以宇宙论的客观律则的身份而出现的 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是极为丰富多样的 阴阳加以五行升克为一系统 一经以阴阳八卦为另一系统 一传字解义而汇入儒学传统之后 使得早期儒家哲学体系内有了明确的宇宙论知识建构 然而这一个宇宙论进入的客观知识系统 在哲学史上却多受批评 王毕是一个批判者 王传山是另一个批判者 王毕批判是基于像树部族已进行为之变 诸八、九、而批判表达在两汉像树意的艺学传承 王传山的批判则是以天道晚和像树、收像树于天道必然中 而以德性本位的主体性针定现象世界 而不同意艺术流于战士计策诸学 诸九、十 本文指出作为儒学理论作品的一传 其理论建构的重要角色 即是宇宙论知识兼价的提出 而以作者所提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认识态度而言 宇宙论知识兼价是在形上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环节 唯有宇宙论知识清晰 才有清楚的功夫境界哲学 也才能做本体论哲学的三教比较 而对儒学本身而言 有了像术知识系统则可以协助君子为人处事 以及相助圣人平治天下 儒家君子要平治天下 并不因像术预测而有损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永远是任何情境下的主体的感受性实践 它不甚设客观现实的计算 客观现实的计算的知识性活动与主体感受性的动心 忍性式的心理活动是人类思维的两种不同脉络 重点指在主体性自身的真定的助于否 这是功夫境界本身的问题 非观知识 知识只是主体运用的工具 儒家发展宇宙论是认识现象的工具 发展本体论是改变现象的理想 理想是要改变现象的 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一对理想的准确的认识系统 则对于现象的改变是有帮助的 因此发展关于现象认知的客观认知系统 在儒学理论发展时上是合理的 神是在像术战士活动中协助此一活动的 他在存有者 有他在存有者理论上就应该另有意他在世界 但一传未名言似乎即将之收入此在世界之内来一并认识 而整个儒学传统包括宋明义似乎皆准此而作 神是鬼神和官的他在存有者 他协助君子准确感知现象世界的变化 他对于成德活动而言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他自身是一个宇宙论知识概念下的存在 他的存在又预示了一转型上思想在宇宙论知识肩架上的一个发明 鬼神概念在论梦中拥皆有 但论梦中皆为赋予其于成德活动中的积极角色 唯有一转基于君子成德活动需有具体时效的知识资讯需要之考量 而将像术战策系统纳入儒家阵营内时 这个鬼神的概念才从论语中消极存在的角色扮演 转化为一转中的积极存在者角色 唯有在鬼神的协助下 圣人君子才得以完成准确的预测 进而对于平治天下产生时效 而一经思想也就在这个意义下成为 可以提供如者参赞话语所需资讯的工具性角色 鬼神概念的具体形象在一转中是不鲜明的 实则上可以说 一转中固然给予鬼神存在于成德活动上的积极角色 但意味为鬼神存在的宇宙论知识做明确的介说 鬼神作为宇宙论知识下的一个存有者类别 并未在一转中被明确阐述 而纵观整个儒学史 意味有此一脉络的发展 可谓在一转中演变及严神的这两路宇宙论命题的建构 在儒学史的发展上 都受到相当的限制 一转在战事活动中的鬼神作用的说明 一接触到中国宇宙论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理 即感的原理 事实上 战事活动即预设了感的存在条件 没有不感而能知的像素预测 感的宇宙论命题在一转即说挂传中都有发挥 至董仲书则发挥到过度了的境地 以至言及灾意祥瑞浅告诸事 六 说挂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叹息 假 说挂传中显现的宇宙论与本体论共构的方法论问题叹息 说挂传首三章之意里在细词传中都已发挥过了 包括以鬼神为实有性的存在并积极参与至圣人的事业中 以及以仁义为中心而建构的道德里性命之本体论的实存性体 以及说出了易经作为一个可以逆数的预测系统 实在是一个宇宙论意义下的律则的建构与运用的结果 第二章一礼中将阴阳刚柔与仁义同志于异形上命题之中的做法的有一番讨论 阴阳刚柔是宇宙论意义的作用原理 以知言天地运行之认识规格 仁义是本体论的实存性体义 以知言人的功夫奇象 本体论的思维脉络与宇宙论的思维脉络 本来是两种不相同的形上思维脉络 在遗传的宇宙论建构中独立的架构出来 而与本体论的思路共构意如家形上学世界观的整体 我们从阴阳刚柔中推论不出来仁义的意思 他们本来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的答案 阴阳刚柔是在回答宇宙中一切事物运行变化的作用形态 既已建立了认识的规格及以知为认识的架构 从而发展以周易卦象系统研说天地事物的世界图示 仁义是在回答人存有着生活实感中的终极意义 并将以知作为价值行为的依据 相同的本体论哲学有可能搭配不同的宇宙论哲学 端是体系中的世界观的被认识的方式而定 两条思路的合构在宋明儒学中被积极地进行着 这也是一传思维遗留给厚儒的重大理论工程 但是在一传中却尚未明确地发觉此一问题意识并与理论的解决 一传强欲以宇宙论体系建构之思维而统整早期如学体系 此一工作态度是一个哲学史上的事实 此一工作成果的评价与成立可能的判断就有待方法论体系的真定了 这一个评价与判断的事也本身是一个哲学理论的问题 本文作者一直以来是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为方法论的架构而进行评价与判断 而这个方法论系统本身是基于中国哲学的如是道三教通关的立场来进行的 这个评价与判断其实可以在许多脉络中进行 首先从理论创造性而言 异传是将一套宇宙论系统提供给早期儒家作为其理论体系中必须建构的一个基本环节 所以它代表了儒家哲学理论在体系上的重要创作 其次从成果的评价而言 它产生了丰富无比的可开阔空间 中国哲学史上的诸多重要宇宙论体系的建构 都是多有的自于意传宇宙论的基本分析原理 当然也就在这个意义下意传中的理论体系 在知识的意义上却一直处于被多方阐释而有体系多异且分歧的现象 最后从成立的可能的角度来判断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客观的答案的 理论的成立依据于理论的预设 方法论的系统只提供清晰的架构以作比较 在比较中的判断仍然是一个人存有着自我实践的历程 如是道都有认真的实践者 都有一定境界以上的正道者 主体的正道证实了客观的知识肩架 但是客观的知识肩架其实还是主观的境界呈现 因为主体的入道之徒仍然是一个主观的抉择 所以如是道哲学体系的成立可能的判断的重点便不在成立可能的本身 而在于形态的确立之上 以及借由方法论的分析架构而清晰地认清了三交的差异之后 建立三交明确且相议的理论形态以作为哲学的知识才是工作的重点 参见说卦传第一、二、三章 小鱼说卦传第一章大鱼 习者圣人之作义也忧赞于神明而生师参天两地 而以树观便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遥和顺于道德 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小鱼第二章大鱼 习者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约因与阳立帝之道约柔语 与刚立人之道约人与义 小鱼第三章大鱼 天地定位山则通气雷锋相保水火不相设八卦相挫 树枉者顺之来者逆 是故意逆树也 以说卦船建立宇宙论的天地万物在作用上的感通原理 说卦船第三章至第六章中借由八卦的作用原理的建立而说出了宇宙事物的相互运用及影响的原理 他们各有作用的情态又皆共同运作 能共同运作就是彼此有所感通 感通中有律则因此可以掌握 所以对于个别的运行原理的掌握就是要透过所有原理的互动而掌握整体存在界的变化律则 从而协助处理世间事物 参见 小于第四章大于 雷以洞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宣之更以止之对以 说之前以君之昆以藏之 小于第五章大于 帝出乎正其乎迅相见乎离至义乎坤说言乎对战乎干劳乎砍成言乎梗 万物出乎正正东方也 其乎迅 迅东南也 其也者言万物之节其也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 圣人难面而听天向明而致盖取诸此也 坤也者的也万物皆至养焉故曰 至义乎坤 对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 说言乎对 战乎前 甘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宝也 砍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 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 劳乎坎 更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中而所成使也 故曰 成言乎梗 小鱼第六章大鱼 神也者妙万物而未言者也 动万物者莫及呼雷挠 万物者莫及呼风噪 万物者莫染呼火说 万物者莫说呼则润 万物者莫润呼水中 万物使万物者莫甚呼啃 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被山则通气 然后能变化继承万物也 小鱼第七章大鱼 甘剑也 坤顺也 振动 驯入也 砍线也 离力也 更止也 对说也 并 说卦船的八卦象征诸说是基于宇宙论的感通原理的联想结果 说卦船自第八章起言说八卦的诸种象征事物 这种象征的思维是一经挂谣词建立的模式 说卦船中将之统整 使成为一可扩展使用的知识系统 此一系统之成立可能 只有在感通的宇宙论观点中才能建立 在感通中一切事物现象的意义是一个动态的流行 流行在几个基本的作用原理中 即八卦的作用原理中 于是一方面天下事物在意义上化约为八卦的真相 另方面八卦的原理拓展为天下的事物 一经挂谣词及一经的使用者便以此论知天下事物 这种象征义的思维的运作 建立在主体与事物的通缉互动中 这种互动以神妙称之 也是预告了鬼神的作用可能 这个鬼神的作用的可能将会把一经的思维 带入无尽的宇宙的奥妙中 这也将是儒家形上体系一个可以无限开展的理论空间 并将静置一个未可测知的理论世界 问题旨在 主体性的道德实感知能否把握 因为神妙的知识定会带来知识的傲慢与欲望的奔流 所以宇宙论知识的拓展必须有相应的功夫论的实践 主体性的实存性体在实践上握有优位性 这事后如理论建构走上星性论中心之缘故 然而心性论中心并不需对立于宇宙论知识的拓展 心性论中心所对立的只能是心性论的实践 是主体的功夫实作之深度的问题 不是宇宙论知识的广度的问题 此两者思路不同 无需对决 参见说挂传闻 小鱼第八章大鱼 甘喂马 昆喂牛 正喂龙 迅喂鸡 坎喂史 狸喂智 更喂狗 对喂羊 小鱼第九章大鱼 前喂手 昆喂父 正喂族 迅喂故 坎喂儿 黎喂母 更喂手 对喂口 小鱼第十章大鱼 甘天也故称呼父 昆得也故称呼母 正亦索而得男故未知长男 迅艺索而得女故未知长女 坎在索而得男故未知中男 离在索而得女故未知中女 更三索而得男故未知 对三索而得女故未知少女 小鱼第十一章大鱼 略 七 大象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大象传文六十四条 条条皆未结合自然与人文思维的命题 大象传文直接从一挂上下两项的自然现象中推演出人伦行为的道德性准则 可谓已预设了论梦中庸一路下来的儒学道德本体的形上命题所作的社会政治哲学的落实 表现出儒者的修养功夫与境界的观念 所以大象传并没有形上意理的创造 他自身成为一组独立的社会政治思维 他与异传其他传文有共同的德性本体论的预设 他与全解挂异经文时着重于挂名的示意 却与断传及小象传无关 八 续挂传及杂挂传是异传中的社会政治哲学 续杂两挂的问题意识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 非观形上学 故意不多论 九 异传宇宙论进入的形上学建构对中国哲学方法论探究的理论意义 本文针对异传之作讨论其中重要的形上学令题 提出异传主要以宇宙论哲学观点之创作而提供早期儒家哲学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完整架构 异传自身固然难言意独立且一致的形上学体系 但是其中若干重要命题人的参与与智论梦中庸之早期儒家之作中而成为一基本哲学面向完整的儒家形上学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具有心意的命题则是对于变化之道的具体宇宙论律则命题的全盘顿出 其次是将鬼神的存在纳入儒学世界观中来使成为一有积极角色的成德之交的参与者 至于本体论哲学方面则是以继承论梦中庸的方式继续落实于社会政治哲学之作中 在德性本体论的继承上一传一有明确的命题提出 如既知者善成知者性 成性存存到义之门 显诸人葬诸勇 但教有心意者则为 深深之畏意 天地之大德约深 的观念提出 这个观念正是使道德意识本位的儒家本体论取得了对于现象界的永恒实存的保证 儒家哲学在异传成立之际面对的是对于老装形上思维的消化吸收 借鉴的理论挑战 顺了一条油价值立场而逐渐上岁之探究天人之徒 论语中以人为本而平治天下的胸怀 到了孟子手中就必须处理君子成德的可能性问题 于是有四端心的性善说及静心的功夫说 静心则知性之天意 于是中庸标出天命之谓性意 即在理论上使得君子成德之功是谓率性之道 于是才可在理论上继续追求落实于现实世界的修道之交的圣人事业中来 但是圣人的事业又如何可能保证其成功呢 穆宗三先生提出德福一致的理论问题 就是在面对这个现实上的成功的保证问题 然而穆先生德福的观念仍然被收摄于德的主观意境之中 因此圣人对天下的承担的完成人 只完成于主体性的自觉之中 亦即未能保证 儒家是否必须在理论上保证拥有现实上的成功呢 此成人有争议 但是儒家是否应该在理论上发展追求成功的思想体系呢 此则无庸争辩 实则 亦传中的精神 亦即汉儒即清出诸儒之精 亦是既明知精神 即是一个雄建的经理天下的情怀 这个情怀 是要具体的实现出来的 在异传中 这个实现要靠现实的知识与天命的诱注的 从形上学体系建构及基本哲学问题研究的眼光分析 这就是一个要建立宇宙论哲学的客观知识体系的进路 异传的思维走上了这一条路 这也是本文中要标具的异传思维在儒家行上学中的特点 这一条思路 即由此在世界的鬼神存有者之协助而意泄天机 并由圣人掌握此变化之机而成其事业于天地之间 这一个事业的完成依然要立足于主体性的真至极尽 唯有圣人方可成其变化形 其鬼神主体性的道德修养功夫不废 客观世界的平治天下一得保证 如此则天人之际以亦存有着彼此相感应的结构 而深化彼此的关系 此臣参天的赞化欲之时有经验亦之落实 是为一宇宙论进路的天人合一 此则有别于只以主体性道德修养功夫 入路与本体毅力之相企的天人合一 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研 儒家形上学由一传而有之此一面向的开展 这是源于宇宙论进路的自然律则的开发而有的开展 在佛教哲学的理论世界中也有宇宙论进路的自然律则 这即是佛教哲学中的十二因缘观念及因果夜报观念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存有着自身生命历程的规律的认识 其中细节奥妙要有禅定功夫方能识之 一传以像术真策事变中之细节奥妙 则要有人谋鬼谋之何一方能真知 此二者 在对于真知存在主体生命历程之事及经验世界变化资讯的用心企图是一致的 显见这是中国哲学理论世界里的一个真实领域 是哲学理性要探究的理论世界 是中国哲学家现实精神气域展现的理论开展 当然 如佛人有世界观的差异 有资讯的需要及理想的企图是一回事 对于世界实相的掌握是另一回事 真理的世界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穷究过程的产物 译传的像术规律与战士情境的最终理性保证 为何即是一个应该追问的问题 追溯到底是一个鲜明的文化遗产 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如者以观向玩词修心养性为修养功夫的真定之道 而不依昧地投入鬼谋与能的灵感世界 佛家则以禅定功夫的层层深入而自行开发生命资讯的重重奥秘 就此而言 佛教自然律则的理论保证来自于主体功夫的实践 而遗传的保证则来自于鬼神的相告 这两种形态都含藏着主体自身因境界高低而相应出不同层次的感知结果的调诡 以及这一个生活与生命资讯的探知历程中 仍然不能离开主体性的自我真定的优位结构 虽是如此 此一自然律则的理论建立却是事实存在于中国哲学理论世界中的实情 我们从方法论研究角度而言 即必然应语揭露阐述 从而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架构的建构模式 在异传宇宙论建构中的鬼神存在 可以说是一个死在世界中的存有者 因为他是圣人成变化形鬼神的作用伙伴 在作用中彼此合作 与鬼神合其极凶 但圣人君子百姓是一个存有者类别 而鬼神是另一个存有者类别 前者是一个经验世界中的存在 异传并未在语阐述 即并未对人存有者的存在结构进行理论研议 这在佛教哲学系统中极有以运界处等观念 而对人存有者予以阐述 至于对鬼神存有者而言 异传直接从鲜明的生活观念中拿来使用 而并未多语哲学的全解 因此我们只能从异传的使用中分析他的意涵 他是一个明确的告知者的角色 但他自身在宇宙论中的存在来源 结构、能力、生存方式、生死变化等等事项皆无有所知 他就是带天告知的他在存有者 但是异传并未介立一个他在世界以安置他的存在及活动 他们的诸多身份特质及角色功能皆未揭露 而只显现了一个告知者意义的面向 在佛教世界的他在存有者 以实法界观念说之 或宗密原人论的世界观说之 皆是一明确的知识系统 当然佛教系统的他在存有者并非一鬼神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 这些存有者类别可以有存有形态的转换 以及从人存有者到一切 他在世界存有者是一个大宇宙中的整体互动 只愿主体境界的升降而得有主体的宇宙论意的存在结构的多重转换 转换在不同的存有者类别及不同的他在世界中 从哲学思维的理路言 世界结构的知识与价值立场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在人类的思路中 价值观念总是以世界的样态为理据 价值是对天地知的人存有者活动作意义论断 天地即是世界的概念 在异传中的世界观人是一个素朴的此在世界的观念 此在世界的人存有者活动以丰富人文伦常为目的 以肯定世界时有位论据 以掌握天地之间的变化之道位要点 这是儒家价值立场的一理形态 佛教应有多重世界及多重存有者类别 故而人存有者的生命活动是以进化存有者自身的存在结构 以去向更高级的他在世界位标的 此中价值目标非定于此在世界 故而不重于经验现象世界的变化之道的掌握 这是如否两家价值立场之所以差异在一理形态上的根据 那么问题是这是各价值差异的辩证如何进行呢 如果世界观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差异 那么我们还需论究价值吗 是否直接探究世界观即可 在理性的反省上说应是如此 但是世界观的探究方法是一个人存有者的知能的问题 要有相当的知能才能探究相应的世界观 于是人存有者的知能的锻炼又成为解决世界观知识的根据 当然 人存有者的知能的锻炼的成功也是证明世界观知识成立的路径 这也就是功夫理论在中国哲学一理形态中的重要角色的缘故 讨论至此 这已成了一个理论的循环 一个理想的哲学体系以一致性为一必要的要求 一致性即意味着在一定的推演之后必然进入一个理论的循环 这其中的突破之境即在于体系建构与生命实践的两绝上 体系建构物求完备一致绵密无缝隙 生命实践则完全是人存有者个人自证上的活动 一传的宇宙论进入的形上学建构在作用上的神妙不测 也需要有君子的功夫修养才能查之 于是本体宇宙功夫境界打合为一 理论绵密的问题在儒学始终发展着 但形态的问题却早早已定 至于实践则化为中国历史上无数儒者的生命力成功够了中国文化的丰富面貌 十、结论 本文之作艺人为作者所提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在中国哲学文本诠释上的使用 这一套方法论的架构之有效性 必须在所有中国哲学理论作品中 皆有扩清意理提器命题的作用中显出 本文对异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讨论 定位出了早期儒家自论 梦庸易一脉相成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意理开展历程 指出四者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本体宇宙功夫境界的形上学架构 以此为基础 将得重新检视儒家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开演历程的基本哲学问题意义之演变与转化 此则作者后续研究的目标 一会议名称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二参见作者网站中国哲学教室 HTTP冒号双斜线HFU.EDU.TW斜线取代符号 多UI斜线斗号站内已有多文论述及词 三参见作者博士论文论王传山意学语气论并重的形上学 进入第一章第二节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1993年论文全文登录于作者网站 中国哲学学教室 HTTP冒号双斜线HFU.EDU.TW斜线取代符号 多UI之王传山站 四参见捉住小于孔子的境界哲学大于1998年10月 台北中华艺学杂志 五参见捉住小于从孟子静心的本体功夫说 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大于1997年3月 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台北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六参见捉住小于中庸形上思想世界大于 HTTP冒号双斜线HFU.EDU.TW斜线取代符号 多UI斜线NEWPAGE138.htm 极高博源者 中庸形上思想 台北东大图书 1988年出版 七参见捉住小于是论目宗三 中国哲学权势体系的如佛会通大于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小于第三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大于 1998年12月台北华泛原地 收录于作者网站基本哲学问题站中 8.此一观点一正是作者对目宗三先生于原善论书中对圣人君子观念的批评意见的重点 参见前住 9.参见捉住小于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大于第十四届国际艺学大会 中华民国艺经学会主办 1998年11月台北 收录于作者网站基本哲学问题站中 10.参见作者博士论文 论王传山医学语气论并重的形上学思想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1993年论文全文登录于作者网站 中国哲学教士 23秒GMT282032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首页 向上 孔子的境界哲学 孟子的功夫哲学 寻子的信论与天论 中庸哲学体系探究 朱博均 朱博坤 医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 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董仲书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董仲书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周莲西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张衡取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 少庸儒学建构的一理探究 陈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陈宇行上学功夫论语意学进入的儒学建构 朱熙哲学的研究进入 朱熙功夫理论 朱熙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 朱熙本体功夫进入的未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熙行上思想 朱熙行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Church之言一意 中朱熙与胡红一理争辩之解析 胡红心性哲学 胡红儒学相关论指 对胡武风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论胡红从成人心性到误说的儒学建构 朱熙里一分书说之讨论 从朱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 朱熙哲学思想 书评金春风者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留树仙者 变态极图说书 中朱熙与路向山一理争辩之解析 夜水星世功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 心统性情与心极理的哲学问题分析 陆向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陆向山的教育思想 朱禄而胡知会的伦理意涵 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 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 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 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 陈来有无知敬书评 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辩习 王夫知意学书评 带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 档案下载 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 以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而摘要 本文探究 周易经传 哲学的知识意义 重点在提出 哲学知识学的问题 亦是与研究取向 企图确定周易经传 知识的真正有效使用范围 作者认为 周易 六十四卦的人士 情境知识是以社会体制上下阶层为其知识设想的基本架构 这也是儒学知识的真正落实处 至于周易经传中的 形上思想的构作 则是将在社会体制伦理实践的若干德目无条件的予以普遍化的结果 并非扩充了新的知识 从哲学知识学的角度来说 它是建立了德性意志的思考模式 将整体存在界的所有事物收设在德性意志的运作原理中 然而这样的收设与扩充人士无效的知识 它只是一套想象式的思考模式而已 整套周易经传中真正有知识意义的唯有六十四卦人士情境的处世智慧 这套智慧即便在现代社会的阶层组织中依然有其经验实用性 文中所提出的哲学知识学 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意识及研究取向 它侧重于讨论哲学理论在现实世界使用时的经验效力 因此它是预设了哲学体系的探究工程 已然完成之后所进行的理论评价与知识使用的活动 哲学知识学 即是关切哲学理论的真正适用范围 以及将如何落实在生活世界中的研究工程 这一套方法论的观点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关键词 周易战士段传小象传细词传一传哲学知识学方法论 一、前言 本文将以哲学知识学的工作方法 对于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进行探究 重点不再重新铺陈周易经传中的哲学知识 而是在说明周易经传中的哲学知识的知识学意义 所谓哲学知识的知识学意义 即是就着这项知识来探究它的建构过程 它的理论目的 它的意理效用 它的问题意识及解决方案等 最终提出对整套知识的评价与适用范围的说明 哲学知识学 基本上还是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 是在方法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中 对于观念使用可能性的探究 从而对哲学命题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提供资讯 以有助于确立该哲学知识的理论价值 周易经传 包含周易 经文集 易传 周易 经文含卦象 卦名 卦词 谣词 易传 通称有十篇 其实是八篇 包含 团 大象 小象 文言 细词 说卦 杂卦 序卦 哲学史上通常将 易传 视为如学形上思想的构作原地 特别是宋明诸如 无不借游对 周易经传 知诠释已建立宇宙论 本体论等哲学理论 三 宗观 易传 各篇之内涵 易确实有诸多如学形上思想之命题提出 然而易传 之作 毕竟是针对 易经 之作而来 易经 又原为战事之书 易经 经文表面上是战事结果的文字陈述 因此 易传 借由战事之书而作之 易理建构的知识形成过程中便充满了 哲学知识学的探究议题 此一将 说明战事结果之挂谣词意义 转化为 建构如学知识命题 的思考过程 即是一 哲学知识学 的探究议题 透过此一知识转化过程的议题探究 将有助于如学知识性格之认识 从而有所注意于如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据之理解 易传 各篇皆为针对 易经 经文之解说 解说之时及诠释之 诠释之时及创造性的诠释之 创造性的诠释之时及转化原意而伸展己意 经 易传 创造性转化后之 易经 知识系统则已成为原始儒家最珍贵的理论结晶 所有易理材料亦早已以如学真理观命题的身份 进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此时重新检视此一知识形成的思维过程 并非为重塑 周易经传 知识之内涵 实为重新反省 周易经传 知知识意义 探究其确定有效知识用范围 而从哲学史的常识上来说 意学及如学 至少一大部分的意理派意学确实都是属于如学传统的理论原地 4. 故而此意义学知识学的研究 及意味如学真理观之研究 将有助于理解如学知识之如何形成 及其适用范围 以有别于道佛知识对文明的贡献 2. 哲学知识学的问题意识与工作方法 哲学知识学 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观念 对于哲学理论中所主张的命题 待命题意涵被研究清晰以后 特别针对命题的来源 进行命题适用范围的反省探究 以便确定哲学命题的知识适用范围 知识适用范围的确定 也就是对哲学知识的最后总评价 藉由它的问题意识的明白 思维脉络的厘清 命题主张的陈述 及与该哲学理论应有的知识地位 哲学知识学 并不反对知识的体系性研究 反而是在知识的体系性研究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进行知识评价的工作 知识的体系性研究 是求其理论成立的合理性 然而所谓的合理性其实是合理于一套被建构的思考方式内的合理 一切知识命题的成立依据是依据于体系内的最高预设与思维规范 当哲学知识的建构已经在哲学体系内完成了它的真理一致性之后 方法论研究的考察也就告一段落了 理论探究的工程便只能落到体系之外去进行知识适用范围的检证工作了 在体系之外所进行的这种考察所需要的工作方式就是进行知识评价 是面对被体系所呈现的核心命题去说明它的理论有效地位 任意命题在理论内都是有普遍性的 但是在经验世界中的适用性就不一定了 任意普遍命题固然也都宣誓是包含整个经验世界皆为有效的 但是在方法论的研究下 它们通常只能是在某一范围内的事物有其普遍性的 因此哲学理论的真正经验可解释性范围 便是这套知识真正有用的适用范围 哲学知识学的探究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知识适用性的问题 哲学知识学 是一种问题意识 是对哲学知识进行评价的问题意识 哲学研究基本上有两个活动层次 第一位理解与诠释的层次 第二位评价与使用的层次 理解与诠释基于文本的立场陈述哲学作品内的知识意涵 评价与使用却基于研究者的立场进行生命活动的实践工程 中国哲学理论以人生哲学问题为主轴 理论目的为指导人生进行实践活动 因此哲学学习的目标在追求理想的人生 达成理想人生的方法当然需要实践 实践的方法及依据哲学理论所提供的义理 因此中国哲学多有以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形态而为表现的知识架构 研究者在理解与诠释的理论活动中确定了哲学理论的体系性真理陈述之后 真正重要的功课便是去实践理论中之所言 然而在实践之前 对于真理系统的检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如是道三学价值目标不一 最终成就的理想人生境界不一 因此实践时应有所检测 检测时极有取有舍 取舍之际的哲学智慧才是更深奥的哲学课题 如是道皆以真理观的姿态宣告价值命题 而哲学学习者也多能见出各家的各自有理之处 因此在学习如是道的智慧生活指导之学之同时 便需要具备一种哲学的能力 以及要知道哪一套学问在什么场合上是可用的 例如如学所讲有许多对的地方 但也不是所有的生命事件都是要以如学价值观来面对的 甚至在有些场合上还会出错 如学必定有他自己的价值知识的适用场域 道佛亦然 于是如是道三学作为主张普遍原理的真理体系是一回事 但是在研究者、学习者、实践者的认知中仍然是相对性的真理体系 以及各有其真理项目的适用场域者 如是道人为绝对真理 其普遍命题依然的未普遍命题 然而如是道各有其哲学命题建构之时之问题意识 各自就其问题意识及思维脉络而为真理命题的建构 因此在使用如是道之真理观的时候 当然必须极为准确地置入这些哲学体系的问题意识脉络之中 而不是因为它是作为普遍真理的姿态的宣告 就在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都以之为实践依据 这样的做法常常反而是误解了如是道知识之真理性 哲学知识学 就是要找出哲学理论的知识适用性 对于哲学知识这种知识的使用特性进行探究 探究之定位之从而使用之 使用时即准确地使用而无措置 当研究者进行哲学知识学研究的时候 即是研究者在进行哲学知识的评价与使用的时候 研究者此时以跳脱哲学理论本身所宣告的知识意涵 而是以研究者自己的哲学判断能力而提出评价与运用 这个判断的依据并不是还原哲学理论的体系一致性的方法 也不是进行思想使探究以研究它在历史背景上的发生与影响 而是在整个哲学理论的知识世界中去定位这套哲学知识的角色功能 它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它不能面对哪些问题 它可以用在什么事情上 它不可以用在什么事情上 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当然也是方法论研究的工程之一 它倒是比较类似于佛教的叛教的知识工程 但是佛教叛教是以一家哲学定见以为叛教立场而分叛诸经论 而哲学知识学则是面对所有哲学理论体系要找出他们自己的真正适用效力 是贯通如是道三学及中西哲学皆可适用的一种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向 它作为一套方法论的意义是一种研究取向 一种特定的问题意识 对于哲学作品的研究而言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位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就确实是一套方法论解释架构 五哲学知识学 在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活动 只要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研究成果奏效 接下来哲学知识学的探究活动便得已顺利展开 当一套哲学体系已经被刚举目张条理分明的陈述出来之后 它的内部一致性的理论工程已经成功 研究者对它所进行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活动就已经完成了 此时作为实践者而言及需以之为实践的标的 当实践者只有这一套哲学体系时 哲学知识学的问题意识是难以出现的 当实践者拥有的哲学理论知识不止一家 甚且各家彼此又有冲突的时候 哲学理论彼此之间的简择与使用的问题才亦显重要 此时急需另外再进行一个新的研究工程 那就是对于这一套真理观的知识适用领域的探究 这一个探究工程的进行是在众多理论体系的比较参照中而给予评价的 它是一个各种哲学理论的坐标定位工程 研究者必须拥有一张理论地图 从而为手中这一套理论体系标出地域属性 使其各就定位 以为日后实践活动发生时能准确无误地将其取出运用 哲学理论唯有在准确的使用中才能彰显它的真理观的知识意义 唯有能准确利用真理的研究才是成功的研究 哲学知识学追求如此的理论目标 三、周易经传、知识学研究的课题界定 周易经传、知识学研究的课题自是针对周易、经文集、易传、各篇的知识形成进行研究 但是,易传、各篇主题不同 重点有别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我们将要如何讨论周易经传中的知识项目 才算是哲学知识学研究的课题 在讨论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课题之前 必须先对、易经、经文中之卦象、卦名、卦词、谣词的形成作译说明 以便找出、哲学知识学、课题的落点 周易、是易战的知识系统 周易、知战是以卦象符号为战事活动的知识结构的 以卦象进行占卜活动的意义 即是易取代传统规捕方式的占卜活动 卦象占卜之方法称为释法 释法是以诗草运算的方法进行预测 诗草演算之后继之以卦象 因此卦象的出现毫无疑问 第四易经由诗草战事的数理演变之结果 6. 卦象是战事结果之记录 战事活动是以数理的计算 数理的计算原理应该只是一套约定的方法而已 至于医学史上对于数字的神秘像数意义之陈述 则是后人的比复 比复并非不具知识意义 只是这种知识意义当然是依据了新的知识观念系统才成立的 本来就和原来的知识架构是无关的 原本卦象的出现就是依据一套约定的数理演算结果 以诗草为演算材料 演算之及记录之 而形成一组组卦象 从卦象的理数必然中当然只能是64种卦象 以64套卦象为意理发挥的依据 发挥意理的方式是细之以词 细之以词即是针对卦象而赋以文字叙述系统 此一文字系统的出现 是经由有意的编写 从而出现挂名 挂词 谣词等等 7 而整个周易经传 知识的真正意义 也就是在这个文词编写时的思考模型中建出 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核心课题 此一文字及卦象系统作为战事活动的脚本 一切人民与政府的疑难问题及问之以战 卦象 卦名 卦词 谣词即成为了政府与人民日常生活的预测性知识来源 因此对于此一文字系统的统一且有益的编写 也变成为了周初政治加发挥教化功能的重要政治任务 此一教材的形成当然是先有教化的价值观念 而后结会入卦象符号系统所形成的思想材料的 周易经传 的知识系统以六摇卦的六十四卦为整体 六摇卦的知识结构又多有以三摇卦的八卦系统为基地 其中三摇卦的八卦卦名及六摇卦的六十四卦卦名的确立 全部都是联想的笔付 只是这一套联想笔付的复明工程中当然有知识的意义 此一知识的意义并不在卦象与卦名间的必然关系 此一知识意义即在经文编写着自身原有的价值观中 经由卦象联想而定名而复义此一定名复义的知识工程 既然是一联想活动的结果 因此卦象与卦名间即不存在意必然性关系 其知识意义即在生活概念的卦象化思考 即由卦象化思考在转出的新的意义界定之中 从而形成了以意向思维认识世界的知识进程 每一卦名皆是生活世界中本来极有的概念 每一卦名依附于一个卦象 从而使得此一卦名概念的理解意义卦象化 并在此一卦象化认识的进程中又重新界定了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即是一套生活世界的意向价值思维之概念意义 此一意向价值思维之概念意义透过卦词及谣词又再度深化 卦名 卦词与谣词皆预设了卦象 是在卦象的意义想象中建立的卦名 卦词对卦名做说明 并提出极凶判断 谣词赋予六谣独立的情境意义 从而对依依情境进行思维 思维之并意义化之 而后以文字叙述之 此处亦有意及凶判断 六谣谣词亦有意整体性安排 此一安排及显见是一套人文思维作为指导原理 就战事之需要而言 可谓先安排好了一套由文字意义所建构的意义系统 提供战者一文意取战 此一经文系统本身的含义在 担传即小象传中又再度深化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 担小象对卦谣词的诠释是起初的 担小象作为一套诠释文字系统而言 固然意不能排斥有其他的诠释表述系统 但是已经固着在卦象上的卦名 卦词及谣词里的丰富意涵确实拥有被诠释的 广大空间 如门意学者以 团 小象 全解之并建构之的做法本来就是一个 知识建构的创造转化工程之合理做法 因此当然可以有针对经文在做诠释的其他 团 小象 知写作 只不过目前所存在的 团 小象 经文里的意理确实已汇入经文成为理解经文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 两者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 至于字面意义的诠释意味有严重其初性的误解 因此将知语 周易 经文和观基本上是意合理的认识 周易 的方法 此中甚至不涉及如道学派间的门户之鉴 因为 周易经传 所建立的是一套价值思维的知识系统 这一套价值思维却是建立在人间世界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 价值思维 只要是涉及人间社会的价值思维 则如道两家中的孔老二戏本就可以在一更抽象广泛的知识系统中有所汇聚统合 八 周易经传 中所表述的生活智慧价值观 一方面是对于人事处境的及凶之道之知识认识 一方面是对于进退之道的价值主张 就前者而言 老子 道德经 在这一方面的知识陈述有其领先性的创造地位 但是孔孟的知识陈述中意味有蛮憨无知的严重失误 就后者而言 则 一传中的价值主张及多位如学的价值立场 然而此一立场意味建在老子 道德经 中有根本性的否定 可谓老子多智慧与处境的理解 而孔孟多提醒于德性的坚持 可谓 周易经传 中对于建立价值世界的思考路线是孔老二行的综合融会 段传 言说卦名及卦词 卦词是针对卦名进行德性生活的指导 因此 段传 中的解说重点在于指出卦名及卦词之所以为此之理据 并深说卦德 卦德即将卦名转化为义德性意义之观念 从而对此一卦名所指涉之情境提出德性规范 此中极有多重知识学意义值得探究 首先 卦名之取得即为一对生活情境之在认识的知识工程 卦名皆为生活情境中之概念 对于生活情境中之概念借由卦象所显示之意义而予以再界定 此一界定之工程即为一对于生活世界中之诸种情境之定义工程 此一定义之活动即为建立价值观念之基础 价值观念之出现即表现在卦词之意涵 以及断转对于卦词的解释之中 其次 所有卦名皆具备德性生活的知识意义 知识意义之出现即在于卦名所指涉的人事情境的处理原则上 此一处理原则即卦德所谓之内含着 九 因此 卦名已有卦德而为义得行之事 卦词已指导情境而亦为义得行之事 断转 则已解说卦名 建立卦德 诠释卦词而完成这一套知识系统的建构 小象传 针对谣词进行解说 解说之重点在说明谣词本身所定之极凶毁令之为何如此 因此时为已预设了谣词之事意义的再发挥之意义系统 对于小象传之讨论事实上必须预设对于谣词之设定方式之假定 此即假定谣词是意有意义的编写 而不是只是战事结果的记录 以卦六谣中之谣词词词意是在卦名的德性意义架构下的知识建构 配合 小象传 的在全解 建立了六十四卦人式情境的认识原理 有教导人们理解情境之极凶或福意义之知识说明 更有教导人们处理进退行止之德性修养之建议 关于情境之极凶或福意义之知识说明则有若干原则 这正是周易经传最精彩的一理部分之一 此集周易经传所提出的一套社会生活的人式情境学 基于以上的陈述 我们即可将 团 小象传 的文字诠释系统汇入 周易 经文中成为一套统一的儒门意学价值观的知识系统 并由此以探究此一价值观在其形成过程中的知识学意义 此集以下第四节周易经传所建立的社会生活智慧准则中的知识学意义 所将探讨的 关于进退行止的德性修养建议部分则完全是儒家教化观念下的知识发挥 细词传对此一有补充说明时 其真理观的基础当在细词传及说卦传中的行上学 世界观的命题基地中因此周易经传另一精彩的知识建构部分极为表现在 细词传及说卦传里的行上学观念之建构者 此一讨论将并入以下第五节周易经传的行上学 世界观的知识学意义中进行 经由以上挂象、挂名、挂词、谣词、断传、小象传的功能作用介绍中 我们已经找出探究、周易经传、知识学课题的两大主题 及其一、周易、人世智慧的思考模型为何 及其二、周易、行上学、世界观的思考依据为何 就第一点而言 六十四卦的人世智慧观念丰富 意涵众多 此处并非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本文要探究的是 这些人世智慧是在什么样的思考模型中被检视出来的 把这一个模型找出来 则整个 周易、知识及儒家价值信念的真理观地位便更为明显了 就第二点而言 周易、教化观念需要有普遍原理以为支持 周易经传、中易建立普遍原理 然而这些普遍原理是在一个怎样的思辨历程中建构的呢? 这就是周易、行上学、世界观的哲学知识学探究的课题 把它说清楚了 它就是儒家行上学的成立依据 这个成立依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儒学知识系统在经验使用上真正有效的知识范围 以上经由对卦象、卦名、卦词、谣词、断传、小象传的讨论 而界定了两项重要哲学知识学课题 那么,在《易传》、其他篇章中的知识学课题为何? 以下继续说明 文言传,是针对乾坤两卦扩大编写的《断传》及《小象传》 它在《哲学知识学》的意义上可以汇入《断传》及《小象传》的讨论中即可 《大象传》、言说君子之德行 其文字结构有两个部分 首先借由上下卦之自然象征概念表述卦象 然后即直接规范君子依此卦名所转化出之德性意义进行规范性要求 十一 就卦象之表述部分而言 不应视为卦名确立的过程 当然有若干卦名可以是以如此方式确立 但是更多的卦名是以其他的方式确立的 因此《大象传》中的上下卦自然象征意义的陈述 仅是之唯一针对卦名描述卦象的活动即可 阅读之及知其卦象 而非卦名由此意图尽确立 《大象传》中的德性规范及如学价值观的一个环节 这是本文所不处理的课题 这个价值观的理论化建构则是 《细词传》及《说卦传》的功课之一 这是本文将处理的课题 《细词传》讨论的命题极多 应在细分议题在进行讨论 依于本文所关切的哲学议题之需要 我们将细词传中的重要知识项目赞分为三类 其一对于周易体力的解说 这就是在说明卦象、卦名、卦词、 谣词及经文中级、胸、悔、令、无究等概念的知识 其中最具有知识学研究价值的就是 六谣卦象与人事情境的比复关系 此一关系即为移社会体制价值观的思考 其二对于由意向思维所建构的形上学 世界观的知识建构 它是为了将儒家落实于社会体制的价值信念 与以普遍化的形上建构 其三 重负伸说在 团、小象、文言、终极、大象、杂卦、甚至是 序卦传中的德性思维 这些思维在知识学问题脉络上 源起于第一项知识 但在理论成立的可能性依据上 立足于第二项知识 因此本文所关切的还是第一项及第二项知识 此中最有知识学意义的即为前述第一、二两项 第三项的知识基础即依据于前二项 亦为本文所部讨论的部分 第一项的讨论将合会于第四节 周易经传所建立的社会生活智慧准则中的知识学意义 的讨论中第二项的讨论将合会于第五节 周易经传的行上学世界观的知识学意义已进行之 由于《细识传》观念表述集中且丰富 为使讨论有效率起见 本文第六节还将专门针对《细识传》全文进行哲学知识学的一理书解 《说卦传》笼统地整理了八卦所象征的事物 这一部分是重要哲学知识学的讨论课题 此外对周易体力进行了若干的全解 一提项目同于《细词传》中的若干主题 本文第七节将集中讨论之 《杂卦传》对于周易 排列次序中相邻两卦兼之两两互错 互宗现象进行两卦卦意的结构性评断 此一评断有意生活指导的教化意义 可谓是儒家德性教育的一环 至于周易相邻两卦之或宗或错之卦相关系之理论意义 及知识意义为何 《杂卦传》则未语讨论 因此《杂卦传》所具备的知识意义 便指现在德性生活知识的在提醒 此一部分本文亦不予讨论 由于《杂卦传》的强调 也是我们明确地理解到 周易卦相与卦名间的关系 在《杂卦传》所强调的相邻两卦之间 确实存在着卦相及卦名 卦词、瑶词间的类似性 卦相的类似非错及宗 卦名、卦词、瑶词则有若干两卦一对 坚异有高度的类似性 这显然是经文编写时的刻意安排 由此意的为经文是有意编写的证明 既然是有意编写 就必定有意固定的结构模型 正好表现某种观念 此集六摇卦相中的特定意理结构 后文再论 序卦传 建立了周易卦序间的发展意义 预设了周易现存卦序的排列次序是在一套人文思想历程中的必然性发展次序 此一必然性次序原则其实是 序卦传 作者的笔覆式的联想 基本上不符合周易卦序的原理 周易卦序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次序 既然卦名本身依卦象做联想而得 联想时又依或错或宗之意义做两两排列 每两卦间形成之一对卦名 卦象便是一对独立的卦意系统 因此只有相邻的两卦有其卦意上的连结关系 32对卦象 卦名间并没有一套必然的意义连结关系 也不需要一定要有这样的关系 也无法形成这样的必然关系 然而 序卦传 却如此的建立了 建立之后 亦形成一套知识系统 也具备知识的意义 可以说是假借此一既有之卦象排列的 周易 卦序经由笔覆式的联想而建立了一套 人文教化的观念系统 此一观念系统意的为儒家教化观念的一环 观念的来源是儒家本有的 礼乐教化的社会体制思想 从真理观的创造而言 蓄挂传 便无重大贡献 但在儒学内部价值观意理系统之强化而言 当然仍有它的重要意义在 此一部分本文亦不予讨论 四周易经传所建立的社会生活智慧准则中的知识学意义 所谓周易经传中的社会生活智慧准则 即是在整个周易经文集团 小象传 合构的情境哲学中 同时包括 文言传 对乾坤两卦的充分发挥 以及 细词传 对若干卦谣词的再诠释的材料等等 一级六十四卦的卦象思维及文字意理所形构的 这一套教化知识系统 这一套教化知识系统的形成方式是有一定的思考模型的 依据这套思考模式才有经文编写的内在理路 这一个思考模型的说明在 细词传 中明确记载 十二 研究这一套思考模型 即是找出如学生活哲学背后的知识建构依据 如学价值观点之所以完全可以借由六摇卦之卦词 摇词表现出来 那是因为六摇卦象已经被认识为是一套描绘人生事物的表意架构 于是六十四套卦象成为六十四套人生事物的情境模拟 于是在挂名、挂词、摇词、担船、小象船中建立了处理人生事物的生活智慧 那么究竟人生事物的情境模拟是在一个怎样的观念下的结构呢? 也就是六摇卦象究竟如何设定了理解人生事物的观念结构呢? 首先,这一套卦象德性情境的设想是将六摇卦皆与以拟人化构想 每一摇皆是一个人式情境,皆有一角色性格在 从而断说其处境之极凶安危及提出进退之建议 其次,这一个角色性格之极凶安危又是已经预设了上下位阶的社会阶层观念的 一挂六摇中的上三摇已被设想位社会阶层中的上位阶层 其中五摇位是整个组织架构的领导者位阶 而下三摇被设想位下层管理位阶 其中二摇位亦是有实权职位的领导者 基于这样上下位阶层的角色定位 展开了谣词对于各位阶角色性格的处境 描写及及凶判断及德性建议 感谢观看